而媳妇只是不小心烧焦了饭,就被婆婆骂得狗血淋头,顺爱赶紧跟婆婆道歉,说洗好锅就马上重新煮饭,可婆婆还是不依不饶地骂儿媳妇没用,每天只知道伸手跟儿子要钱,顺爱赶紧制止女儿对奶奶不礼貌,小女孩只是想要保护妈妈,可在婆婆看来,一定是儿媳妇总在背后说她的坏话, 所以孙女才敢这么跟她说话,顺爱马上解释说她从来没有说过婆婆一句坏话,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婆婆只是白了儿媳妇一眼就走开了,顺爱委屈地流下眼泪,在这个家里任劳任怨地做了13年家庭主妇,没想到最近被她发现丈夫好像有了别的女人,所以才心神不宁地烧焦了饭。 原来两天前顺爱坐公交车去看爸爸,刚好看见丈夫的车上坐着一个女人,她马上拨通丈夫的电话,可一直没人接听,顺爱怎么都想不到,丈夫东奎在她的眼皮底下,已经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一年了。 英座从来没有要求东奎离婚,对她的妻子和家庭也从不过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地下情才一直没有被顺爱发现。 东奎就这样一步步沦陷在英座的温柔箱里,晚上顺爱直接问丈夫车上的女人是谁,东奎虽然心虚,但还是理直气壮地说顺爱看错了,男人并没有因为妻子的怀疑而收敛,第二天下班后直奔英座工作的地方,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去了三温暖,很快他们就抱在一起睡着了,万万没想到这一幕被顺爱的老同学看见了。 顺爱等不到丈夫回家吃饭,于是打电话过去,正打算离开三温暖的东奎谎称在办公室加班,正在这时电话那头传来哨子声。 顺爱问丈夫办公室怎么会有哨子声,可还没说完丈夫就赶紧挂断了电话,晚上顺爱追问哨子声是哪里传来的,丈夫又像上次一样敷衍说是她听错了,心神不宁的顺爱一整天都在想着哨子声,刚好老同学打电话来问她昨天有没有跟丈夫去三温暖。 顺爱镇定的要来三温暖的地址,马上和弟妹银秀赶了过去,巧合的是鹰座带着手下的模特们也来了三温暖,因为鹰座和银秀在工作上有过几次接触,所以鹰座主动上前打招呼。 实际上鹰座一眼就认出了银秀身边的顺爱,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早就在东奎内看过顺爱的照片。 顺爱和银秀离开时,刚好在地下车库听到同样的哨子声,顺爱断定昨天丈夫就是跟另一个女人在这里见面的。 下班后东奎直奔鹰座家,鹰座得意洋洋地说出在三温暖遇到顺爱的事,一想到自己抢了那个傻女人的丈夫,鹰座的心情就好得不得了。 可能是女人的直觉,顺爱回家后脑海里全是鹰座的样子,丈夫刚到家她就等不及问东奎认不认识崔鹰座。 东奎面不改色地说和鹰座只在工作中见过几年。 顺爱让弟妹帮忙打听鹰座的住址,如果真的发现丈夫背叛她,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另一边的东奎破天荒约鹰座在外面见面,因为他知道银座一定会提醒顺爱在鹰座家门外蹲守。 所以短期内他们都不能在家里约会了,鹰座对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充满期待,这种感觉好像比偷偷和东奎在一起还要刺激。 拿到鹰座的地址后,顺爱一直在外面守到天黑,一无所获的女人回到家后就被婆婆劈头盖脸一顿责骂。 难道是出去见男人了吗?不然怎么回来得这么晚?是不是想饿死她这个婆婆? 做媳妇要有媳妇的样子!你呀,有福气嫁给我儿子就应该要珍惜!且是伤了好香才能遇到好老公! 顺爱已经知道鹰座就是丈夫藏在外面的女人,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敢这样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她面前。 顺爱起身去洗手间,身后的鹰座看见顺爱不知所措的样子,脸上掩藏不住洋洋得意的表情,女人躲进洗手间赶紧求助弟妹,银绣让大姐不动声色地回去,姐夫既然敢让外面的女人这么招摇现身,她就要摆出正妻的姿态给他们看,顺爱深吸一口气重新坐回丈夫身边。 顺爱没想到丈夫竟然无耻到拿她当傻子看,小姑子说起前几天鹰座请她去她的模特公司当化妆师。 晚上到家后顺爱跟丈夫大发脾气,可话没说两句东奎就厌烦地走出卧室,顺爱跟出来想要继续发作,可婆婆听到吵闹声后,对着顺爱就是一顿责骂。 被婆婆训斥后顺爱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第二天早上婆媳俩跟往常一样送东奎出门上班,东奎说今天要加班到午夜,晚上就不回来睡了。 一言未发的顺爱被婆婆挑剔说她不给赚钱养家的丈夫好脸色,可顺爱满脑子都在想丈夫晚上会在哪里睡,早上天刚亮,顺爱就赶去鹰座的公寓,脑子里不断回想起结婚前和东奎约会的场景。 那时的他们是那么甜蜜,顺爱突然后悔跑来这里,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丈夫不可能会背叛她。 顺爱刚打算回家,远远看见丈夫的车开了进来,紧接着又看见尹司机下了车,不久东奎就精神奕奕地从公寓里走出来上了车。 顺爱感觉天都要她了,原来她一直在自欺欺人,更让她难过的是还没等她离开,鹰座就从同一个公寓里出来了。 四目相对的时候,鹰座的眼神里充满对顺爱的不屑和挑衅。 晚上东奎像没事人一样回家,顺爱再也忍受不了自尊心被践踏的日子,他毅然决然地提出离婚,因为他不能忍受丈夫一再的背叛,东奎也不再掩饰和鹰座的感情。 我不是不仁之恋,我是真心地爱她。 丈夫的不知廉耻让顺爱彻底下定决心,可东奎却不打算和顺爱离婚。 他用施舍的神情问顺爱离婚后靠什么生活,婆婆听到吵闹声出来,不问缘由就骂儿媳妇不让儿子好好睡觉。 东奎跟妈妈说顺爱就是发发脾气,过两天就没事了,顺爱这才意识到自己果然像弟妹说的。 在这个家里忍气吞声到最后变成人人都不在乎的免费保姆,他冲到丈夫身边再次大声强调,他忍受不了丈夫的背叛,所以这个婚他离定了。 第二天一大早顺爱就开始收拾行李,婆婆进来让他别耍脾气了,外面还有一堆碗和脏衣服没洗,家里也没人打扫,可这一次顺爱铁了心要离婚。 他让婆婆请个人回来帮他做家务,第一次被儿媳妇顶撞,婆婆恨不得马上让他消失,可看着水槽里一堆没刷的碗,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留下儿媳妇。 婆婆说每个女人都会经历被丈夫背叛,她年轻时也经历过不止一次,所以女人要学会忍耐,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顺爱,让她出门散散心买点喜欢的东西。 顺爱拿着那张十万元的卡,可心里却没有丝毫波澜,她不想像婆婆那样忍到丈夫中风躺在床上不能动,才开始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顺爱的要求很简单,她只需要离婚后拿到一点点赡养费就可以了。 不管顺爱如何挣扎,在东奎眼里都是妻子的欲据还迎,眼看衣服被丈夫撕破,顺爱胡乱摸到床边的闹钟,拿起来狠狠砸向丈夫的脑袋。 东奎疼的抱头坐在地上,顺爱趁机逃出房间,东奎擦干头上的血后走出来,蹲在门外的顺爱满脸恐惧,男人让妻子别走并保证不会再碰他一下,他们之间也该做个了断了。 顺爱求之不得,这十三年来是他育人不输,但他一直在这个家做牛做马,理应拿到一点点赡养费,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带走女儿有美。 东奎说会让律师算好赡养费给他,但坚决不同意女儿被顺爱带走,只允许他可以随时来看女儿。 两个人商量好后东奎就离开了家,顺爱知道丈夫一定是去找那个女人了,幸好婆婆带女儿出门不在家,女人直到这时才敢放声大哭。 第二天一早,顺爱带着行李去了弟弟家,弟妹银秀赶着去上班,让姐姐安心住下,顺爱前脚刚搬出婆家,丈夫的司机就找来弟弟家,给顺爱留下一份资料后,尹司机就抱歉地走了。 没想到东奎这么绝情,昨天晚上刚同意离婚,今天就着手把他的户口迁出了合家。 顺爱去商场给女儿买了几件新衣服,刷卡的时候发现信用卡也被停了,女人只好用现金买下衣服,然后就去了婆家, 只是一夜之间婆婆就请了一个佣人回来,听说女儿和奶奶出门旅行了。 顺爱只好把新买的衣服放在女儿的房间,女人回到卧室想要收拾剩下的衣服和化妆品, 佣人说她刚到这个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扔掉顺爱的全部物品。 顺爱只好两手空空地离开,临走前拜托佣人大婶,等女儿回来后提醒她新衣服的袋子里有一张纸条。 顺爱刚踏出婆家,就拨通东奎的电话想要问问离婚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没想到东奎连手机号都注销了。 绝情的男人把所有的温情都留给了英作,英作独享着东奎的爱还不够, 她甚至不同意让东奎付善养费,因为顺爱把东奎打到头破血流, 她才应该要付医药费给东奎才对。 第二天顺爱放心不下有美,于是再次回到婆家, 庸人大神可怜失婚的女人,嘴上说着家里没人, 却暗示孩子在奶奶房间,顺爱推开婆婆房门, 竟然看见女儿在睡觉,已经是早上九点多了,不知道女儿是不是生病了, 不然怎么会这个时间还在睡觉,婆婆把吵闹的顺爱赶出房间, 然后大声呵斥她以后再也不要来这里, 这个家没人欢迎她这个外人,顺爱离开前问大婶她买给女儿的衣服合不合身, 大婶把她带到大门外,悄悄告诉她那些衣服连袋子一起被婆婆扔到垃圾站了, 顺爱觉得自己实在太可笑了,13年来她付出全部心血在这个家, 到头来她的真心全都喂了狗,顺爱第一次到东奎的办公室来找她, 13年来丈夫从不允许她踏入办公室, 现在想想应该是怕她这个家庭主妇丢她理事长的脸吧, 或许也是在这里,丈夫才和别的女人勾搭在了一起, 东奎不耐烦地问她来干什么,顺爱说婆婆不允许她见女儿, 连她给女儿买的衣服也丢掉了, 当初东奎明明同意她可以随时回来看女儿的, 顺爱怎么都想不到, 丈夫竟然颠倒是非把离婚的原因怪到她头上, 可不管怎么样,她只要能见到女儿就行, 不然她就把东奎和那个女人的照片发到网上, 离了婚的儿媳妇去前婆家看女儿, 却被前婆婆挡在门外, 顺爱不明白同位女人的婆婆为什么那么狠心不让她见女儿, 况且她和东奎离婚完全是东奎背叛她在先, 顺爱说不过蛮横不讲理的婆婆, 本想直接闯进去看女儿一眼, 可婆婆一把推开顺爱, 说这里不是她的家, 要是她敢闯进来就报警, 老太太回屋后就把门反锁了起来, 这已经是顺爱第三次没能见到女儿了, 她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前夫一直躲在屋里没有现身, 她拜托妈妈帮忙应付顺爱, 因为她最近公事上遇到些麻烦, 原来就在白天, 东奎带着公司的新品去电视台商量上电视购物节目, 没想到被电视购物节目的金牌制作人拒之门外, 而那个人正是顺爱的弟妹银秀, 银秀为了替大姑解出一口恶气, 坚决不同意销售东奎公司的化妆品, 这让东奎十分不爽, 银秀也想到了大姑姐赡养费的问题, 回家赶紧第一时间问起姐姐, 这才知道东奎答应支付赡养费只是口头约定, 他们并没有去公正部门做公正, 傻乎乎的摄爱还一直等着前夫给她的新账户会赡养费, 我自己东散西散之后, 我认为她最起码会给我银秀, 银秀隐约觉得事情不妙, 于是赶紧出门帮姐姐咨询律师, 另一边的婆婆有事要出门, 于是把还在睡觉的孙女托付给女儿精华照顾, 奶奶前脚刚走, 孙女后脚就醒过来了, 精华知道大嫂很想念孩子, 于是打算偷偷带尤美去见妈妈, 不料尤美突发哮喘, 精华赶紧送尤美去医院, 并通知大嫂尽快赶过来, 幸好送医及时, 尤美并无大碍, 医生说孩子是精神压力太大引起的呼吸困难, 顺爱猜测女儿是接受不了爸妈离婚才导致病发的, 精华把药和尤美都托付给大嫂, 东奎和妈妈听说孩子被带走, 一前一后赶到顺爱弟弟家, 妈妈让儿子在楼下等着, 他一定会把孙女要回来, 婆婆进门后直接拉起孙女就走, 顺爱眼看求婆婆不成, 一把拽住女儿, 你希望孩子受伤吗? 顺爱追出来的时候, 女儿已经被带走了, 拜托你妈妈, 把孩子的腰脸带走啊! 顺爱担心女儿发病, 于是亲自把药送去了婆婆家, 不受欢迎的女人放下药就被婆婆轰走了, 晚上银秀回来告诉顺爱, 口头约定如果没有进行公正, 根本不受法律保护, 如果东奎拒绝支付赡养费, 姐姐就等同于净身出户, 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提起财产分配诉讼, 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拿到钱, 顺爱这才知道离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当初她只是想要尽快离开那个家, 所以根本没想过还有这么多问题要注意, 眼下她只能找工作赚钱养活自己, 可她这辈子只会做家务, 你就不要再烦恼了, 干脆在我家工作嘛! 仅仅过了两天, 尤美再次发生哮喘, 金华和妈妈一起送尤美去医院后, 偷偷通知了大嫂, 顺爱看着女儿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十分心疼, 医生建议让尤美尽快接受心理治疗, 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太大了, 然后叮嘱他们千万不能再刺激孩子, 妈妈责备金华不应该通知顺爱过来, 她跟这个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完就要带孙女回家, 可尤美只想去舅舅家跟弟弟玩, 晚上东奎受妈妈指使来接女儿回家, 顺爱很冷静地说她现在已经完全放下东奎了, 所以他们不要再因为孩子继续吵闹了, 那样只会伤害到女儿, 她现在借助在弟弟家, 根本没有能力把女儿带在身边, 所以明天她安抚好女儿后就会把她送回去, 今天就让女儿安心地住一晚, 东奎回到鹰座的温柔乡, 可脑子里不断浮现出顺爱说过的话, 英座一眼看穿男人的心思, 男人都是一副德性, 即使是自己抛弃的女人, 也希望那个女人永远不变心, 东奎眼看心思被说中, 赶紧撒谎说她只是在想, 要赶紧跟英座求婚了, 第二天银秀告诉了大姐一个坏消息, 我们想申请的财产分配请求诉讼, 也没有用了, 原本有美的罢名下的房子, 陪英座早就把她设为预先抵押了, 心机女假惺惺的劝男人同意让女儿跟前妻一起住, 实际上是她根本不想照顾男人跟前妻生的孩子, 可在东奎眼里, 英座这么关心自己的女儿真是太善良了, 连老太婆都被英座感动了, 巴不得早点见见儿子的这位新欢, 有美在舅妈的电视台偶遇爸爸和爸爸的心女友, 她本能地抗拒着这个看起来满脸堆笑的女人, 英座弯下腰一脸微笑地讨好有美, 可有美却直接甩开英座的手, 英座看了一眼东奎, 然后继续对有美说想带她进去参观电视台录影, 有美再次躲开英座后就跑开了, 被冒犯的心机女满脸不悦, 可在东奎面前却表现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并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晚上顺爱回到弟弟家, 没想到前夫竟然带着新欢来看女儿, 心机女对有美说她不是坏女人, 而是像她的爸爸妈妈一样真心爱着有美的人, 说完就凑到有美身边送上小熊玩偶, 顺爱看不惯英座假惺惺的样子, 歇斯底里的让她赶紧离开这里, 这正是英座想要的效果, 她借着来和有美增进了解的机会, 求东奎带她来这里, 就是为了刺激顺爱发狂, 这样相比之下温柔可人的她才能在东奎那里加分, 眼看目的达成, 心机女起身离开, 顺爱把那只小熊玩偶扔向英座, 激动地警告她再也不许过来, 你在干什么? 轰走前夫和心机女后, 顺爱返回女儿房间, 没想到有美哮喘又再度发作, 顺爱和弟弟赶紧为女儿吃了药, 英座的这一出苦肉计不止让东奎对她更加怜惜, 连老太太听完都对英座心疼不已, 你要是早十年认识她, 那该有多好啊? 真正掏心掏肺为这个家付出13年青春的女人, 此刻正沦陷在痛苦的回忆里, 当初东奎第一次带顺爱回家, 婆婆就满脸透着鄙试, 穷得连嫁妆都拿不出的女人也敢妄想攀附她的儿子, 可顺爱那时已经怀有身孕, 加上儿子的态度也很坚决, 老太太不得不认下了这个穷孙的儿媳妇, 婚后顺爱每天做牛做马地伺候婆家, 婆婆从来不会因为儿媳妇怀孕而体贴她, 也正因为过度劳累导致顺爱在某个夜里流产了, 可她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想到自己和孩子, 留产后的顺爱更成了不受重视的女人, 为了让婆婆喜欢她, 她只能更加勤劳地做家务, 连中风卧床的公公也全都由她照顾着吃喝拉撒, 可顺爱怎么都想不到即使她努力为婆家生下油美, 最后还是换来被抛弃的下场, 第二天一早顺爱和女儿谈心, 她希望女儿能变回以前开朗爱笑的样子, 可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才是油美不开心的原因, 女儿的话让顺爱心里一惊, 看来要马上带油美去看心理医生了, 郑宇仔细询问了油美的心理和身体状况, 因为父母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 所以才导致油美变得不爱说笑, 甚至每次受到刺激时就会引发哮喘, 在聊天中郑宇发现顺爱的心理状况要比油美严重得多, 虽然顺爱嘴上说只要女儿没事就好, 可她始终放不下被全心全意信任的丈夫背叛, 而且因为离婚不得已住在弟弟家, 所以她常常会责备自己, 郑宇的话全部说到了顺爱的心坎里, 她问郑宇应该怎么办, 听完医生的建议, 顺爱决定不再逃避前夫和婆婆对她的伤害, 从心理诊所出来后, 顺爱带着女儿直奔前婆家, 她让东奎承担起女儿的治疗费, 东奎让她把女儿每次治疗的账单寄过来, 顺爱这一次学会了不能只听信口头约定, 所以她预先准备好了保证书让东奎在上面签字为证, 可东奎却把那张保证书揉成一团, 她让顺爱不要无理取闹, 账单寄给她就可以了, 临走前因为油美已经睡着了, 所以顺爱只能一个人回家, 第二天顺爱来接女儿去看医生, 没想到老太婆却让顺爱留下侄子, 之后才肯让她带油美去医院, 每次去心理诊所, 油美就恢复开朗爱笑的模样, 连顺爱也在阵雨不经意的开导下变得焕然一新, 银秀下班后本打算去诊所接大姑姐回家, 可听说老太婆把儿子扣在了她家, 顿时明白了老太太的用意, 银秀让大姑姐直接带油美回家, 她亲自去接儿子回来, 老太太看见银秀夫妻后表情掩饰不住的尴尬, 本想用顺爱的侄子换孙女回家住, 没想到反遭银秀一顿挖苦, 顺爱听弟妹说起婆婆狼狈的样子, 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年仅十岁的小女孩无法接受爸妈离婚, 导致心里出现严重的问题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 正与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案例, 她建议顺爱不要在女儿面前说爸爸和奶奶的坏话, 更不能让孩子觉得大人是为了赌气 才把她抢来抢去, 而且大人们也不应该拿孩子当成吵架的理由, 相反要让孩子知道就算父母分开了, 也不会对她的未来有任何影响。 从诊所回家后, 尤美的心情好了很多, 正和弟弟有说有笑地玩着吹气球, 舅舅突然赶回来了, 原来顺爱带尤美去诊所后关了手机, 弟弟一直联系不到姐姐干脆请假回了家。 我还以为婆家的人要跑来找茬, 害我好紧张哦。 舅舅的话让尤美心头一震, 她问妈妈奶奶今天会不会过来, 舅舅以为女儿想奶奶了, 于是决定送女儿去看奶奶。 舅舅刚走不久, 前婆婆就找上了门, 原来鹰座的公司今天有服装秀, 老太太收到邀请决定带孙女一起去看, 可惜没接到孙女不止, 还被前儿媳的弟弟数落一通, 老太太憋着一口恶气返回家带走了孙女。 第一次来看服装秀的尤美开心不已, 可当她看到鹰座时, 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然而老太太对从未谋面的鹰座十分满意, 服装秀结束后鹰座主动请未来婆婆吃饭, 席间鹰座不时给老太太和有美加菜, 这样的举动让她在未来婆婆眼中加了不少分。 从前婆家出来后, 顺爱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 刚好遇到外出吃饭的郑宇, 郑宇看见泪流满面的顺爱后, 提议一起去吃土豆汤, 她说经常一个人出去吃饭太可怜了, 顺爱听完不好意思拒绝, 只好跟郑宇一起去吃饭, 可吃饭的时候顺爱十分安静, 郑宇只用几句幽默的话就轻松排解了顺爱的忧郁。 老太太问起儿子鹰座的工作, 东奎说鹰座经营着一家模特公司, 而且还在模特学校当老师, 说不定赚的钱比她还多, 老太太对这个未来儿媳更加满意。 到家后东奎说起鹰座的父亲生意做得很大, 只是从小就抛弃了鹰座母女俩, 所以鹰座的童年很不幸福。 第二天上午顺爱来看女儿, 可尤美却一直在睡觉, 直到下午尤美才醒过来让姑姑给她做饭吃, 吃过饭后就又回房睡了, 老太太快天黑才回家, 她说白天出去看了几套别墅, 等儿子决定好买哪一套之后就搬家, 精华担心尤美不适应新环境, 说应该跟大嫂讨论一下再做打算。 银秀听说尤美回去后整天都在睡觉, 觉得尤美想回奶奶家一定另有原因, 顺爱这才想起来是弟弟说怕婆家人在来找茬后, 尤美才提出要回奶奶家住, 原来尤美是害怕妈妈和爸爸在因她起冲突, 所以才同意住回奶奶家。 银秀让大姐赶快去接尤美回来, 尤美住在这里, 去医院也会方便得多, 晚上冬奎刚到家就和妹妹吵了起来, 精华让哥哥还有良心的话, 就赶紧把赡养费给大嫂汇过去。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精华一气之下跑出了门, 冬奎追出去的时候刚好遇到顺爱赶来, 顺爱趁屋里没人, 悄悄来到女儿房间, 尤美说她听到爸爸和姑姑很凶的在吵架, 她很害怕吵架, 求妈妈赶紧带她离开。 我想跟妈妈生活, 只有我们两个。 顺爱赶紧帮女儿收拾衣服后带走了她, 顺爱告诉振宇女儿亲口说想要和她一起生活, 振宇觉得这是尤美愿意说出真心话的表现, 她问顺爱想不想和女儿一起住, 顺爱当然想, 可是她的经济状况根本就不允许, 而且前夫也不可能同意, 振宇感受到顺爱陷入了失婚带来的挫败感中, 她劝顺爱学着放下已经过去的感情, 只要真心爱过就不必后悔, 将来如果再遇到值得爱的人也要同样付出真心。 从诊所出来后, 顺爱拨通了东奎的办公室电话, 她让东奎下班后出来谈谈尤美的事情, 东奎让她直接带孩子回家再说, 这个女人越来越没大没小, 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奇怪。 以前真是瞎了眼了, 怎么会觉得前夫长得帅, 难道裴英座那个女人也疯了吗, 要不然怎么会看上她的丈夫, 东奎受不了顺爱的挖苦, 决定亲自去会会这位心理医生, 这是振宇第一次见尤美的爸爸, 虽然之前多次邀请东奎来和女儿一起做亲子治疗, 但东奎始终没有露面, 振宇把尤美画的话拿给东奎看, 东奎完全不相信那个看起来像个恶魔一样的女人, 竟然是女儿眼中爸爸的心欢, 振宇说话可以直接反映出尤美现在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如果她是真心想帮助女儿改善心理状况, 就要多花时间陪她。 振宇一直在用专业帮助东奎和尤美, 但东奎却对振宇心存不满, 因为前妻竟然当着她的面夸奖这个男人。 从诊所出来后, 东奎就回家带妈妈一起去看了一套别墅, 那座像皇宫一样的房子让人羡慕不已, 东奎第一时间把看房子的事告诉了英作, 英作激动地连练向东奎表达爱意。 几天后, 顺爱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 银秀特意多给了大姐一些钱, 因为有大姐的悉心照顾, 她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工作, 银秀坚信大姐的幸福就在不远处等着她。 顺爱看着那张一百万的支票, 心里百感交集, 那不只是她辛辛苦苦换来的酬劳, 更是她努力开始新生活的见证。 而另一边的东奎正拿着一颗拉钻戒向英作求婚, 英作感动得热泪盈眶, 顺爱很久没有女儿的消息, 直到回到前婆家, 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家了。 顺爱骂东奎不为女儿的心理状况考虑, 可东奎却毫不在意顺爱的话, 并得意地说过几天会送喜帖给她。 这天是有美的复诊日, 但有美一直没出现, 振宇给顺爱打电话才听说有美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振宇看今天没有其他预约, 于是邀请顺爱一起和同事们去海边玩, 吟秀激动地鼓励大姐赶紧去。 在海边的时候, 振宇叫顺爱在脑海中把痛苦的记忆和有美的爸爸统统丢进大海, 顺爱好像真的一下子变轻松了, 原来这个方法振宇十年前就用过, 当年他开车带着新婚妻子去度蜜月, 可因为交通事故新婚妻子命丧皇权, 他也是在生死边缘挣扎了很久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他身陷痛失爱妻的情绪中无法自拔, 接受精神治疗后才逐渐好转, 最后也是用这个方法才把痛苦的记忆丢进了太平洋, 振宇的故事让顺爱不自觉泪流满面。 东奎听说前妻和振宇一起去了海边, 心烦到连英作打电话要跟他一起吃饭都没有去, 老太婆更是吃惊的嘴都喝不上了。 巧合的是正在气氛融洽的时候, 刚举行完婚礼的东奎和英作突然从他们身边走过, 眼看场面有点尴尬, 振宇起身恭喜东奎新婚快乐, 东奎的眼睛里快要冒出火了, 他瞪了一眼表情尴尬的顺爱就怒气冲冲的走了, 英作马上猜到振宇的身份, 他已有美后妈的身份感谢振宇帮他的女儿治病, 说完便留给顺爱一副挑衅的表情走了, 振宇挡住了马上就要爆发的顺爱, 顺爱问振宇是不是故意带他来这里的, 振宇赶紧澄清这里是他经常一个人来吃饭的地方, 刚刚那些服务生不是都认识他吗, 他纯粹是因为这里的红酒好喝才带顺爱来的, 在振宇的陪伴下顺爱很快忘记了刚刚的不愉快, 可东奎的心却被强烈的妒忌填满, 心机女趁机煽风点火说一定是顺爱故意来搞破坏的, 或许是小姑子金华透露了他们的行程安排, 亲眼看见前妻和别的男人一起接女儿放学, 东奎的眼里快要冒火了, 即使新婚妻子也在身边, 可他就是妒忌前妻身边有其他男人出现, 况且那个人比他还要优秀得多, 心机女说一定是小姑子搞鬼通知顺爱来接孩子的, 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在这里撞上, 顺爱看见前夫时也有些不自在, 还是振宇主动打破僵局, 他带顺爱和尤梅走到尽前礼貌地打了招呼, 心机女一脸假笑对着尤梅自称新妈妈, 你不是新妈妈, 我不需要你这个新妈妈, 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东奎借机把不满发泄在女儿身上, 尤梅被骂后撒腿跑了, 顺爱赶紧追向女儿, 振宇解释说尤梅刚换新学校还有些不适应, 有鬼, 振宇带顺爱母女一起去吃了晚饭, 然后又去了水族馆, 振宇对女儿的贴心让顺爱十分感动, 最可贵的是女儿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极度到快要爆炸的东奎把妻子送到公司后, 鬼使神差地来到振宇的心理诊所, 等了许久振宇和顺爱才回来, 顺爱告诉前夫尤梅已经在她车上了, 说完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走了, 晚上顺爱买了很多食材回家, 她说明天想补办一次生日, 因为离婚后发生了太多事连生日都忘记了, 但是振宇说今年是润七月, 明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就好像幸运之神给她安排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庆祝她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 英座深夜加班回家, 一进门看见尤梅从楼上下来, 东奎不在身边时英座连装都懒得装, 她瞟了一眼尤梅后直奔卧室, 英座从衣帽间换好衣服出来后刚打算上床, 没想到尤梅竟然睡在了她的床上, 她知道尤梅是在故意捉弄她, 于是跑去找婆婆, 可英座怎么都想不到, 她前脚刚进婆婆房间, 尤梅后脚就离开了她的卧室, 心机女满脸委屈地求婆婆去她的卧室看看, 婆婆不解地跟过去后没发现任何异常, 英座赶紧说刚刚有美冥冥霸占了她的位置, 我看你是在做梦吗? 第二天一大早, 顺爱被门铃声吵醒, 来人自称是惊喜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负责给顺爱送来惊喜的, 正在所有人都疑惑不解的时候, 振宇给顺爱打来电话, 原来惊喜公司是她安排的, 这样她来参加生日会就不算是空手而来了, 顺爱对振宇主动要来帮她庆祝生日有点意外, 东奎早上刚睡醒, 看见女儿站在他们床边, 她问尤美有什么事, 英座一改昨晚的态度, 热情邀请尤美到床上坐, 尤美没搭理她, 直接问爸爸要一百万给妈妈补送生日礼物, 英座听完金额就借故下床了, 东奎说一百万太多了, 十万还差不多, 尤美听完扭头就走, 顺爱刚到家就被满屋的玫瑰花和气球看呆了, 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人帮她这么隆重的庆祝过生日, 她也从没被人这样重视过, 顺爱看着振宇, 眼泪情不自禁涌出眼眶, 老太太在家里也是愁容满面, 想到今天前儿媳补伴生日, 心里竟然有些不好受, 早知道也该帮她过个像样的生日的, 很快精华带着尤美也来了, 大家开心地唱着生日歌, 顺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幸福了, 东奎知道今天前期补伴生日, 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她带着疑问找到心理诊所, 果然听说振宇去了顺爱的生日会, 生日会刚进行到一半, 振宇接到诊所护士的电话, 听护士说东奎去了诊所, 振宇当下就决定带顺爱去郊外看花, 一路上振宇叽叽喳喳地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顺爱的心里越发觉得温暖, 她还不知道身后的那个男人 以看花的名义带她离开家, 就是为了让她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不然的话, 她今天开心的时光又要被前夫破坏了, 东奎找上门后眼睛里充满了极度, 银秀特意告诉她, 大姑姐和振宇带着孩子们去了西海岸看花, 晚上也会住在那里, 东奎听完仓皇逃走, 跟她的狼狈不同的是, 前妻此刻正享受着从没有过的幸福, 一想到前妻此刻正跟另一个男人在西海岸逍遥, 东奎就极度的发狂, 明知道前妻的电话关机她还是不停的拨了又拨, 借酒交仇后东奎给英作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到家, 英作还没跟闺蜜吐槽完自己的婚后生活, 干脆跟丈夫撒谎说还在工作, 东奎对自己温柔可人的新婚妻子没有丝毫怀疑, 顺爱此刻正在和振宇一起赏月, 月光下振宇情不自禁吟失一手, 然后他让顺爱也来上一手, 顺爱说他对诗词歌赋并不擅长, 这样的话我太吃亏了, 那就委屈一点跟我牵手吧, 顺爱大方地把手递过去, 两个人就这样在月光下漫步, 振宇又念了一首关于月光的诗, 在诗的结尾,振宇做了改动, 我会喜欢上吴顺爱女士, 突如其来的表白让顺爱顿时愣在原地, 这么优秀又体贴的男人会喜欢自己, 顺爱根本联想都不敢想, 情到农时突然被前来找姐姐的声弦打断, 东奎睡到朦朦胧胧听见声音, 原来是英作回来了, 英作看东奎脸色不好, 问他是不是不舒服, 可能是应该留在身边陪伴的人不在身边的关系啊, 东奎现在的心理全都是无法忘掉的前妻, 英作当然以为东奎说的是他, 可真是太抱歉了, 他明天一早还得出国参加活动, 东奎听说后心里闷闷不乐, 可嘴上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东奎早早等在顺爱弟弟家楼下等着接女儿, 尤美上车后, 东奎让顺爱也上车谈谈, 顺爱说要去诊所把郑宇的车还回去, 听到郑宇的名字, 东奎马上发火了, 顺爱不想听他废话刚打算离开, 麻烦你回家跟我谈一谈, 叫我去那个女人住的房子里跟你谈, 东奎说顺爱也应该去看看尤美的新房间, 顺爱警告前夫不要再试图命令他, 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格了, 你还一直误以为我是你老婆, 拜托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那个人现在出口不在家, 顺爱没想到东奎竟然这么可笑, 没离婚的时候天天跑去英作家, 现在跟英作结了婚, 又来招惹他回家, 真应该给英作打电话好好看住他的男人, 被骂到乱了方寸的男人直接质问前妻是不是喜欢上郑宇才这么对他, 我喜欢谁或是哪个男人喜欢我, 跟你没有关系吧, 为什么跟我没关系, 车送到诊所后, 郑宇再次向顺爱表白, 他是真心喜欢顺爱的善良和纯真, 他的表白没有其他目的, 只是希望能跟喜欢的人一起吃饭聊天旅行, 顺爱自卑自己配不上郑宇, 但和郑宇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两个人刚要出去吃饭, 没想到东奎一直等在诊所外, 眼睁睁看着前妻跟别的男人上了车, 东奎的心里像是被刀扎一样, 这天下班前妈妈来电话说要去参加一位老朋友丈夫的葬礼, 晚上就不回家了, 刚好京华也在外地出差, 所以家里就只剩下东奎和有美了, 挂断老太太电话, 东奎突然记上心来, 他让顺爱赶紧回家看看女儿, 说女儿发生了意外, 然后就不清不楚地挂断了电话, 郑宇说他等下还有一个预约, 结束后可以陪他一起去, 可顺爱根本等不及了, 顺爱急匆匆赶去别墅, 到了才发现是东奎故意撒谎骗他来的, 有美看见妈妈就说自己很饿, 顺爱只好陪有美一起吃饭, 奸济得逞的东奎也若无其事地坐下吃饭, 明知道顺爱很不满意, 他也毫不在乎, 你知道我心里真正的想法吗? 哎呀, 你跟音作都留在我身边, 那个有多好啊。 郑宇结束工作后第一时间拨通顺爱的电话, 可还没等顺爱说完, 东奎就一把抢过电话摔碎在地, 郑宇不知道有美家的新地址, 顺爱的电话又打不通, 他赶紧让生贤查有美家的地址, 有美听到爸妈的吵架声从餐厅走出来, 顺爱顾不上生气, 先带女儿回了房间, 这才知道东奎为了等他来甚至不让女儿先吃饭, 还通知庸人大婶明天不要太早过来, 就是为了让顺爱过夜并给他准备明天的早饭, 好在生贤及时找来, 顺爱第一时间用弟弟的电话给弟妹报平安, 银秀让大姑姐千万不要心软, 如果他今天为了有美留下, 将来就再也逃不出东奎的手心, 东奎再怎么混蛋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吃不上早饭, 顺爱去跟女儿道别, 有美能理解这里已经不再是妈妈的家, 可他不想看见妈妈输给英作, 等以后妈妈变强壮了, 一定会有机会找他算账, 好好打赢他的, 好不好? 男朋友被哥哥打成重伤, 精华一气之下把英作的衣服全都丢进浴缸, 自从大哥抛弃大嫂和这个女人结婚就变得冷酷无情, 既然这样大家就都别想好过, 然而英作听说衣服被毁并没有大吵大闹, 刚好那些衣服也救了, 现在倒是要感谢精华了, 因为东奎让他开个假, 说要照价赔偿给他, 最少也要三千万吧, 东奎转身就去找妈妈替精华出这笔钱, 老太太知道儿媳妇是故意狮子大开口, 可他害怕破坏儿子的新婚, 只能忍气吞声同意拿这笔钱, 精华气妈妈竟然白白拿出三千万给那个女人, 妈妈要真是有钱的话还不如给大嫂赡养费, 老太太这才说出自从丈夫中风后, 她亲眼看着顺爱辛辛苦苦照顾了公共六年, 于是慢慢为顺爱攒下了六千万辛苦费, 可惜现在只剩下三千万了, 老太太第二天就把三千万支票亲自送去给了顺爱, 要是再晚一天, 怕是连这点也要被鹰座骗到手了, 可顺爱不知道钱婆婆的用意, 她已经被当了十三年傻瓜, 这钱她根本不敢贸贸然就收下, 老太太说这笔钱东奎并不知情, 是她早就给顺爱准备好的, 直到现在她才知道顺爱这个儿媳妇有多好, 可惜这些话她根本没脸说出口, 很快鹰座的新衣服就被送到家里来了, 晚上到家后东奎帮她把衣服推到衣帽间, 鹰座正美滋滋地整理新衣服, 突然从袋子里的一件衣服上掉下来一条蛇, 心机女立马被吓到花容失色, 东奎看到后也被吓了一跳, 正在这时有梅走了进来, 说完巨蛇不见了, 那是她的作业, 然后镇定地拿起蛇走了。 晚上趁东奎睡着, 鹰座悄悄起床, 她来到尤美房间却怎么也没翻到那条蛇, 于是叫醒尤美命令她赶紧把蛇交出来, 没想到前婆婆刚好起夜听到声音, 尤美一眼看见门口的奶奶, 干嘛那么凶我会怕, 妈妈我好怕, 妈妈, 你这个死丫头哭什么哭啊, 啊,哭什么哭啊, 老太太在背后大喝一声, 鹰座顿时被吓了一跳, 尤美赶紧哭着扑进奶奶怀里说害怕, 鹰座生气竟然又被这个臭丫头捉弄了, 眼看东奎对她也开始不信任, 心机女只能编造谎言说上楼做运动时, 发现尤美房间的门开着, 孩子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她本打算上前表示关心, 没想到尤美突然放声大哭, 然后婆婆就误会她在欺负孩子, 可到了妈妈那里, 妈妈又斩钉截铁地说亲耳听到鹰座骂孩子死丫头, 结婚十几年的东奎第一次感受到婆媳不合的压力, 而且她怎么都想不到究竟是谁在背后说谎, 东奎带着疑问来到心理诊所, 本打算把有美用蛇捉弄鹰座的事告诉振宇, 可振宇正打算出门, 因为顺爱邀请她去家里吃饭, 东奎听完心里十分不舒服, 振宇问她要不要一起去, 去的话她告诉顺爱一声, 耗面子的东奎赶紧说会亲自给顺爱打电话, 没想到顺爱的电话关机了, 我有跟她说过要接我的电话随时要开机, 果然振宇直接拨通了顺爱的电话, 两个人亲密的交谈让东奎极度到了极点, 帅小姐, 我爱你哦,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对振宇很热情, 这让东奎更加失落, 吃过饭后有美问爸爸他能不能和妈妈一起住, 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坏阿姨, 爸爸,如果继续爱妈妈, 重新住在一起好不好? 只要妈妈能得到幸福, 我无所谓。 趁着东奎不在家, 鹰座再次提出让金华搬走, 不要总是赖在他的家里, 因为这间房子是用他的名字买的, 金华可没打算这么轻易离开, 上次用舌下他都没有得到教训, 下次找只鳄鱼来试试看好了, 鹰座这才知道臭丫头只不过是金华的帮凶, 看来现在整个婆家都变成了敌人, 新鸡女千尔听到婆婆给钱儿媳煮了生鸡汤, 原以为是银秀为了激怒她故意演的一场戏, 可顺爱此刻正在享受着钱婆婆送来的生鸡汤, 鹰座回到别墅后闻到了满屋子生鸡汤的香味, 可她翻遍厨房的各个角落, 连一块鸡骨头都没有找到, 这才知道原来银秀说的话全都是真的。 气氛难耐的鹰座在饭店点了一份生鸡汤, 她饿狠狠地吃下一块接一块鸡肉, 东奎找过来后, 才知道妈妈连一点生鸡汤都没给鹰座留, 很快鹰座就喝得鸣鼎大醉, 今天她受的这份屈辱一定要连本带利一起拿回来, 借着醉意心鸡女告诉丈夫她要开一家艺人经纪公司, 东奎以为鹰座说的是罪话, 可鹰座却再次强调, 既然东奎同意了就不能反悔, 第二天上班前, 婆婆严肃地问鹰座到底想不想好好做有美的妈, 鹰座说她可不是像涉爱那样的小女人, 如果说您想要用对她的那种方式来要求我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晚上东奎来电视台接鹰座下班, 鹰座煽风点火地说婆婆逼她辞职待在家做家, 刚好顺爱来接银秀下班, 东奎看着前妻离去的背影突然心动, 今天怎么搞的, 觉得有美的妈妈特别可爱, 到家后妈妈向儿子抱怨鹰座不会做人, 没想到东奎完全站在鹰座那边, 老太太一气之下让儿子和鹰座搬出去住, 东奎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处处针对鹰座, 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妈妈不是不知道鹰座是个女强人, 现在干嘛诸多挑剔, 他们两个再这么闹下去,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要我们大家都不要见面就行了, 既然这样随便你。 东奎返回房间后, 叫醒庄睡得鹰座, 他说妈妈有可能会把这栋房子卖掉, 鹰座当然不同意卖房子, 毕竟这是结婚后拿到的唯一写着他名字的财产, 鹰座说房子现在卖掉不光要付高昂的税费, 而且公共的遗产全都在婆婆手里, 所以婆婆手里不是没有钱, 之前他们住的房子是公共唯一留给东奎的遗产, 这栋别墅也是在卖掉之前的房子后才买的, 虽然婆婆也拿了一些钱出来, 但这栋别墅等于是东奎手上仅有的财产, 所以他一定会帮东奎守住这栋别墅, 果然老太太在盘算卖掉这栋别墅, 然后买个小公寓, 带上金华和尤美一起住, 她问金华如果把顺爱也叫来一起住好不好, 金华赶紧打断妈妈, 大嫂早已不是以前那个逆来顺受的女人了, 而且妈妈也不应该那么自私, 当初大哥犯错在先抛弃大嫂, 现在怎么还有脸让大嫂回来照顾全家人, 女儿的话让老太太顿时羞愧无比, 她赶紧转移话提问女儿, 东奎的工资怎么一直没到账, 金华说一定是给了那个女人, 老太太不放心还是亲自问了儿子, 这才知道是英作主动提出要帮东奎理财, 东奎就直接同意了, 晚上婆婆质问儿媳妇凭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 就直接拿走了儿子的薪水, 英作说丈夫的薪水里应属于妻子, 她可不像顺爱那么傻, 十三年来连老公的薪水都没见过, 一直交给别人打理, 婆婆表示既然她现在拿不到儿子的薪水, 以后家里的生活费就请英作交出来, 哦, 那么, 您跟我先请吧, 老太太受不了儿媳妇的轻视, 一把推开英作冲到儿子面前, 让她马上找中借卖房子分家, 东奎说房子是买在英作的名下, 要卖也要英作同意才行, 而且这栋房子是她从爸爸那里继承的, 她也不同意卖掉房子, 老太太眼看儿子已经完全被英作洗脑了, 只好要回自己出的那笔买房子的钱, 妈, 你知道我没钱, 为什么没钱啊, 早上天刚微微亮, 有美就被英作的跑步机声音吵醒, 英作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影响到任何人, 有美干脆来到爸爸卧室, 拿起英作的手机来到厨房, 然后把手机放进烧水壶, 运动结束后英作也来喝水, 她虽然觉得有美亲自烧水很奇怪, 但没有多想就回了房间, 英作前脚刚走, 有美就返回卧室躺下了, 英作洗完澡穿戴整齐才发现手机不见了, 她马上想到是有美偷走了她的手机, 赶紧冲到有美卧室却撞见正在叫有美起床的婆婆, 英作说手机里有很重要的资料绝对不能丢, 全家只有有美有机会拿走她的手机, 她发狂一样想要叫醒有美, 婆婆赶紧护住疯女人伤害孙女, 吵闹声引来了东奎和精华, 英作被东奎一把拉出有美房间, 冷静下来后英作突然想起早上有美烧水的场景, 她赶紧冲向厨房, 刚好东奎从楼上下来, 英作哭着让东奎赶紧去看烧水壶, 新金女一口一个臭丫头骂着丈夫的女儿, 没想到丈夫正站在她的身后, 东奎这才知道英作对女儿的好都是演出来的, 难怪女儿到现在都不肯认这个新妈妈, 东奎终于下定决心把女儿的抚养权交给前妻, 这样以后她也可以借着去看女儿的机会随时见到前妻, 妈妈对儿子的决定双手赞成, 英作那个坏女人连她这个婆婆都不放在眼里, 说不定将来会伤害到孙女, 还不如送孙女跟前儿媳一起生活, 孩子的养育费记得一定要给哦, 哎,就从你的薪水里给她吧, 把妓女送走正合英作的心意, 可听说丈夫打算每个月给他们母女一百万养育费, 而且还要从她帮丈夫保管的薪水里扣这笔钱, 英作顿时不乐意了, 养育费我觉得太多了, 给她一半就好, 英作要求陪东奎一起去律师事务所签抚养权转让协议, 因为现在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所以丈夫跟前妻见面她必须要在场, 晚上顺爱突然接到英作的电话, 英作警告她离东奎远一点, 已经离了婚的女人还对前夫纠缠不清, 不就是打算额钱吗, 从今天起有美的抚养权问题只能找她谈, 顺爱原以为拿到女儿的抚养权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没想到英作在这时候又跳出来, 只要能和女儿一起生活, 养育费她可以不要, 郑宇说这恐怕就是英作打电话来刺激顺爱的目的, 他让顺爱心情契合地跟东奎谈谈, 可东奎对英作的所作所为根本一无所知, 他也万万没想到英作会因为一点点养育费把女儿当成乞丐一样, 他让顺爱什么都不要管了, 明天只要等在家里就好, 第二天东奎直接把公正好的抚养权转让协议放在顺爱面前, 还有一笔不小的费用足够女儿读到小学毕业, 顺爱真心感激东奎这次能这么果断, 拿到协议后顺爱下了逐客令, 没想到东奎竟然提出一个要求, 你让我抱一下, 一次就好, 我拜托你, 请让我记得你对有美来说是一位好爸爸, 刚好这时弟弟带着孩子们回来了, 东奎无意间看到了前妻和郑宇的照片, 醋意大发的男人瞬间把照片揉成一团, 顺爱从房间出来后, 东奎已经走了, 看到被揉成一团的照片后, 顺爱怕东奎去找郑宇麻烦, 于是打算去心理诊所看看, 刚到楼下就看到了英座和还没离开的东奎, 心机女不顾丈夫阻拦, 跑到顺爱面前骂她勾引自己的丈夫, 还处心积虑掏空了丈夫的钱, 东奎赶紧替顺爱澄清, 不然呢? 正在这时, 婆婆也来到前儿媳家楼下, 所有人都一脸诧异, 老太太说给孙女买了新衣服, 所以才送过来的, 话音刚落, 连金华也到场了, 英座彻底被惹火了, 全家人都跑到丈夫的前妻家, 看来都想要跟这个邋谈女人一起生活, 谁都不要想踏进我家, 东奎到家后, 果然被英座关在了卧室门外, 他刚打算踹门而入的时候, 英座突然打开了门, 东奎就这样摔进了卧室, 男人只觉得眼貌惊心, 英座随手把婆婆和小姑子关在门外, 然后让丈夫马上写悔过书, 东奎被英座捉弄到身心俱疲, 只好任凭处置, 他按照英座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写下了, 自己曾经被这妻子和前妻发生过不当的勾搭, 如果今后再犯愿意自动放弃名下的所有财产, 东奎虽然在中途多次想要叫停这份不实和不合理的悔过书, 可一想到吵闹不休的生活就头大, 干脆依了英座的意思哪怕能换取片刻的清静, 心机女认真地把悔过书收了起来, 第二天顺爱来帮女儿收拾衣物, 英座站在门口死死盯着房间里的这些人, 明明他们才应该是一家人, 可现在全都背弃他站在了顺爱那边, 英座让顺爱以后不要送女儿回来, 他是绝对不会把丈夫周末的时间浪费在和前妻生的女儿身上, 精华气地冲出去想要拔光心机女的头发, 顺爱赶紧拦住精华, 就算是为了有梅也不要在家里吵架, 可英座才不管那么多, 他让顺爱今天必须把有美房间里的东西全都搬走, 今后这个家也再不允许他们母女踏进一步, 心机女趁丈夫和婆婆不在家, 偷偷把妓女的房间搬空了, 东奎晚上回来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好像女儿从来没在这个家生活过一样, 他质问英座为什么连女儿的一间房都容不下, 英座表示有美既然踏出了这个门, 今后就不可能会让她回来, 既然不能回来, 还留着她的房间干什么, 难道还要让他们母女继续跑过来要钱吗? 既然败了离婚连孩子也带走了, 那就要断得干干净净才对, 然而英座的警告并没有让东奎收心, 一有空他就跑去找顺爱, 看到顺爱和振宇一起回来顿时怒火中烧, 他问顺爱为什么不开机, 刚刚去了哪里都做了什么, 振宇命令他放开粗鲁的手, 现在顺爱是他的女朋友, 跟东奎已经再无任何关系了, 郑宇的话给了顺爱勇气, 他让东奎放手, 不然就对他不客气, 深受刺激的东奎亮亮呛呛地逃走了, 可即便被前妻亲口拒绝, 东奎也没打算放弃, 几天后他又再次来找顺爱, 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 说是给顺爱的零花钱, 顺爱表示他已经拿到了应得的赡养费, 从今以后不会再拿他一分钱, 可东奎一把抓住顺爱的手, 你是我的女人, 顺爱想要把钱扔回去, 可东奎连头也没回就走了, 顺爱知道东奎根本没安好心, 可他的自尊心难道就能这样被践踏吗, 银绣告诉大姐这笔钱绝对不能收, 东奎以为用钱就能得到前妻, 他就是想要左拥右抱, 说好听点是两个女人他都舍不得, 难听点就是死不要脸, 第二天银绣在电视台偶遇英作, 心机女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昂, 银绣故意说出东奎昨晚拿了三千万球大姐收下, 大受刺激的英作很快找上门来要钱, 刚好婆婆皆由美放学一起回来, 顺爱到家后听说英作的来意, 痛快回房间拿出支票, 并且带了纸笔让英作写下收据后才肯交出支票, 一旁的老太太听完后急忙走过来说, 东奎的钱应该交给他这个妈妈, 英作这时才知道从来都不是顺爱缠着东奎, 而是丈夫一直对前妻死缠烂打, 英作到家后什么都没问, 只是不停吃东西, 然而刚吃下去不久就全都吐了出来, 老太太问儿子他是不是怀孕了, 最好能生个儿子就好了, 一夜过后英作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既然丈夫一直放不下前妻, 那么不如就大大方方复合, 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东奎完全不知道英作的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 但他绝对不能再离婚了, 英作到心理诊所找振宇说要谈谈顺爱的事, 没想到振宇带着顺爱一起赴约, 英作让他们拿出向爱的证据, 好让他确认顺爱是真的对东奎没有非分之想, 这样东奎也会对顺爱死心,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一个把两个男人同时玩弄于鼓掌之中, 硬险狡猾丑陋无比诡计多端的恶魔, 顺爱和振宇离开时刚好东奎找来, 和东奎, 你瞎了你的狗眼, 怎么会看见这种赖女人, 振宇说他能理解英作想要维护家庭的出发点, 从心理层面上来说, 英作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正在这时, 英作和东奎出来了, 振宇让顺爱抱紧他, 这样既表明了他们的关系, 也能让那两个人死心, 东奎看着前妻紧紧抱着别的男人, 眼睛里的怒火快要喷出来了, 他把车钥匙递给英作, 忌妒吧, 气得快受不了了吧, 新鸡女为了报复和前妻纠缠不清的丈夫, 打算勾引丈夫前妻的男朋友, 可振宇对热情的英作完全不感兴趣, 本想用工作很忙打发新鸡女离开, 我会等到你门诊结束的, 我在对面的茶馆等你过来, 可惜新鸡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因为振宇带了顺爱一起来赴约, 英作眼看计划失败, 于是把矛头对准顺爱, 他不停侮辱顺爱勾引丈夫, 最终被顺爱泼了一身茶水, 到家后英作警告丈夫不要再对前妻纠缠不清, 第二天英作在电视台迎面撞上银秀, 擦肩而过时英作满是挑衅的让银秀警告顺爱小心点, 银秀可不惯着新鸡女, 他在大庭广众下怒骂英作抢人老公, 破坏别人家庭, 你给何东奎电影来说还值得不够吗? 银秀一听大姐说英作主动去找振宇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终于带到机会刚好揭穿他的真面目, 英作没想到银秀竟然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眼看东奎走了过来, 他马上换了一副受人欺负的嘴脸, 另一边的顺爱正和弟弟到处寻找店面, 为了能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 顺爱决定开一家小小的寿司店, 晚上东奎来看女儿, 听说顺爱又去和振宇约会, 他赶紧让生贤打电话叫顺爱回来, 拿到女儿的抚养权却整天只知道约会, 银秀接到丈夫电话, 说东奎赖着不走, 非要等大姐回家谈开店的事, 银秀想了想, 决定把事情搞大, 他直接拨通英作的电话让他过来接丈夫走, 顺爱已经早银秀已不回了家, 东奎说什么也不同意顺爱开店, 顺爱表示他想靠自己的能力给有每一个家, 他总不能一辈子住在弟弟这里, 英作只觉得东奎太可笑了, 他当下就提出了离婚, 晚上东奎在大门外等了很久, 可英作始终没有露面, 连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一夜未归的英作早上从妇产科检查完后直奔东奎的办公室, 他已经不再信任东奎, 所以离婚是最好的选择, 房子既然是在他的名下那肯定就归他所有了, 不久后,顺爱的寿司店开业了, 位置刚好在郑宇的心理诊所附近, 同一天英作和闺蜜一起去喝茶, 上次就是在这里被顺爱泼了一身茶水, 原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实在很想念他家的茶水, 服务员顺便端来一盘寿司, 英作随意尝了一下没想到味道实在太好了, 他叫来服务员想再要一份, 服务员说这是隔壁新开的寿司店送来的试吃, 喝完茶后, 意犹未尽的英作赶紧拉着闺蜜一起去了寿司店, 这才知道寿司店的老板是顺爱, 顺爱也对英作的出现很是意外, 银秀警告英作今天是大姐第一天开业, 希望她不要闹事, 安静地从这里离开, 东奎为了讨好英作, 花重金买了一个凶针作为礼物, 可英作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声谢谢, 然后抿了抿嘴, 东奎说去别家买给他, 可英作谁家的都不要,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姐姐寿司的味道, 眼看英作快要哭出来了, 东奎只好答应去帮他买回来, 顺爱听说英作害喜只想吃他做的寿司, 同为人母的他突然对英作心生同情, 东奎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寿司店, 做了老板的顺爱焕然一新, 生贤说已经过了营业时间需要额外付服务费, 多少钱? 100万! 虽然每次吃完不久就全都吐了, 可下次还是控制不住想要吃顺爱做的寿司, 英作每天都恨自己不争气, 甚至对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任何好感, 明明恨死了那个害丈夫摇摆不定的女人, 可就是借不掉他做的寿司的味道, 这天英作又鬼使神差地来到寿司店附近, 正在犹豫该怎么放下脸面去买寿司, 刚好路过两个学生, 英作只好拜托他们帮忙刨腿买三份寿司出来, 刚拿到寿司, 英作就迫不及待在车上吃了起来, 一眨眼的功夫两合就被消灭掉了, 像饿死鬼一样的女人狼吞虎咽的样子刚好被振宇看在眼里, 振宇只觉得英作是个可怜的女人, 银秀听说后心里感觉痛快极了, 我心里面真的很希望直到她生产那一天为止啊, 别的食物都不难吃, 只吃大姐的寿司就好了, 自从英作怀孕后, 老太太也开始担心英作的身体, 明明有很多食物可以吃, 怎么就非要吃那种穷人才喜欢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真的, 她一定是受到诅咒才会想吃那个寿司, 精华的话让英作更加讨厌肚子里的孩子, 东奎让妈妈劝精华搬出去, 不然她整天这样弃英作, 英作的身体早晚会吃不消, 没想到妈妈早就在想这件事了, 她打算搬到孙女的学校附近, 自从顺爱开店后, 有美经常被留在家里, 刚好她可以搬到附近带着精华和有美一起生活, 东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英作, 原以为妻子会开心的跳起来, 没想到英作丝毫不领情, 虽然老太太和小姑子搬出去注视件好事, 但这样东奎就有了正当理由每天和顺爱见面, 英作表示如果丈夫真心为她好就要尽快做出选择, 郑宇突然接到舅妈电话, 听说她交了女朋友, 所以周末的时候希望能跟他们见一面, 顺爱听说要去见郑宇的家人, 虽然心里很紧张, 但还是趁着寿司店公休和郑宇一起去了乡下, 到了目的地后, 眼前的豪华别墅让顺爱看傻了眼, 他问郑宇她的舅舅究竟是做什么的, 我舅舅是移兴财团的董事长, 顺爱怀着忐忑的心情和舅妈吃了一顿饭, 从舅妈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她对顺爱并不满意, 返程的路上, 郑宇比顺爱还紧张, 她害怕顺爱打退堂鼓, 顺爱表示她还是很喜欢郑宇, 虽然这份喜欢要承受很多人的眼光, 但她一点都不在乎, 她唯一在乎的是自己会给郑宇和家人之间带来矛盾, 嘴馋的英作在闺蜜的陪伴下再次来到寿司店附近, 闺蜜下车帮她去买寿司, 没想到今天寿司店休息, 英作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每位, 突然看见顺爱和郑宇一起开车回来, 于是她不请自来闯进了心理诊所, 楼上的郑宇为了打消顺爱的不安, 想要打电话给舅妈表明对顺爱的心意, 顺爱问郑宇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 因为我爱你啊, 你这傻瓜, 郑宇打算送顺爱回家, 一下楼就看见未经允许就闯进来的英作, 英作说她有问题想要问顺爱才等在这里, 婆婆打算在有美的学校附近租间公寓, 她想知道顺爱会不会搬过去一起住, 顺爱知道英作在担心什么, 我跟何东奎的感情早就结束了, 你可以放心, 所以不要去想象不正常的关系, 顺爱说东奎现在应该正在家里陪有美, 英作不放心的话可以顺便带走她, 此时的东奎正沉浸在刚刚何有美的对话中, 她问女儿希望她在妈妈和阿姨之间怎么选择, 请你守住家庭, 新金女意外流产, 心里竟然有种解脱的感觉, 从今以后她再也不必因为害血而承受, 每天只想吃丈夫前妻做的寿司带来的痛苦, 短暂的伤心过后, 英作让东奎想办法赶走婆婆和小姑子, 就算他们要跟顺爱一起住也无所谓, 她现在只想赶紧养好身体去准备新公司开业, 顺爱听说英作流产后有些难过, 有着相同的流产经历让她更加可怜英作, 这与说英作能否从这段不好的经历中走出来, 关键就看东奎怎么表现, 顺爱从诊所返回寿司店就看见了失落的东奎, 她提起当年流产后的心理创伤至今没有愈合, 那个时候老公一句安慰的话对女人来说, 就是救命的仙奈, 可东奎只想待在前妻这里寻求一点点安慰, 没想到顺爱突然变得情绪激动, 她怒斥东奎不应该来这里找她, 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东奎也在同一时刻宣泄了心中的情绪, 原本自己有个幸福的家, 可这一切全都被她毁了, 没人知道她心里究竟有多后悔, 可一切已经无法回头了, 东奎疯狂地打砸顺爱的寿司店, 如果不是她, 顺爱也不会过得这么苦, 顺爱根本不稀罕东奎的忏悔, 她只是为自己失去的十三年青春难过, 现在她只想彻底和这个男人划清界限, 冷静过后, 顺爱让东奎回去照顾英作, 两天后, 东奎找人重新装修好被她砸得稀巴烂的寿司店, 顺爱看着焕然一新的店铺顿时燃起了斗志, 流产后一直住在医院的英作打算偷偷溜走, 可没走出几步就被护士发现, 最终在电梯里被拖了出来, 英作大喊着想要回家, 她不能住在这家医院了, 因为那些医生们想要害死她, 原来英作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每天要靠镇定剂才能安静下来, 东奎让英作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可英作却埋怨东奎对她默不关心, 明知道她的公司开业在即却从不主动帮她的忙, 东奎说自己公司的事已经够她头疼的了, 她根本没有时间操心别的事, 你们每天都给我打睡觉的针, 让我全身无力想把我逼疯, 然后再来谋杀我, 是这样对吧? 老太太来寿司店找顺爱一起去看房子, 顺爱说只要尤美喜欢就可以了, 她是一定不会搬过去的, 但是现在尤美刚刚稳定下来, 希望她们尽量不要再动摇孩子的心, 从寿司店出来后老太太直被医院看望英作, 本打算劝英作想开点, 没想到英作直接问她什么时候搬走, 老太太说要再考虑一下, 原来是怕她怀孕不方便所以才打算搬出去, 现在反正孩子都没了嘛, 然后呢? 老太太看儿媳妇一点面子都不给她留, 既然这样她也没必要收脸了, 她希望英作能像顺爱一样做个好儿媳, 好妻子和好妈妈, 英作表示那些身份她全都不稀罕, 她只想做她自己, 因为她已经决定和东魁分开了, 银秀下班到家, 尤美正在和贤秀扔饼干, 客厅里乱七八糟的样子让她很生气, 在卧室冷静过后银秀打算出去收拾, 没想到尤美和贤秀已经开始整理了, 银秀突然有些安慰, 她告诉孩子们丢饼干是浪费粮食的行为, 贤秀怕妈妈生气责怪她, 于是把责任推到尤美身上, 尤美还是受到了伤害, 晚上顺爱回到家, 发现女儿睡在了她的房间, 尤美问妈妈她可不可以跟奶奶一起住, 顺爱以为是前婆婆来过了, 银秀赶紧把刚刚发生的始末告诉大姐, 并且很诚恳地向顺爱道歉, 顺爱表示如果尤美真的想和奶奶一起住, 那就听她的让她去住吧, 鹰座终于可以出院了, 可婆嫁没有一个人露面, 闺蜜替她不值, 鹰座却无所谓, 反正她已经告诉老太婆打算离婚了, 那你要搬出去住吗? 为什么是我搬? 应该是他们搬才对。 原以为利用孙女能顺便把前儿媳找回来伺候她, 没想到遭到前儿媳果断拒绝, 顺爱不反对女儿和奶奶一起住, 但她早就跟前婆嫁没有任何关系了, 老太太说儿子早晚会跟那个女人分手, 让顺爱忘掉以前不开心的事安心回到儿子身边。 非常抱歉, 我爱这个男人。 老太太让顺爱不要再做白日梦了, 她这样的条件根本配不上振宇, 现在只有她的儿子才不会嫌弃她。 正在这时一位不速之客走了进来, 原来是舅妈给振宇介绍的女朋友过来示威了, 振宇对突然出现的芷璇满脸厌恶, 可芷璇完全不在意, 她静止上前强行分开振宇和顺爱, 挑衅地说自己是来解救被老女人迷惑的振宇的。 老太太看到这种情形, 劝顺爱有点自知之明, 配不上好的东西就要让给别人, 然后老老实实回到儿子身边。 前婆婆的羞辱彻底激怒了顺爱, 她大声呵斥, 只选马上滚出她的寿司店。 这是顺爱第一次动手打人, 强势的顺爱看傻了一旁的老太太, 顺爱警告芷璇以后不要再来捣乱, 否则下一次就不是一个耳光了。 说完顺爱就冲出了寿司店, 老太太和弟弟生闲赶紧跟了出去, 被打得芷璇陷入震惊和愤怒中, 震宇趁机对芷璇说有时间的话就在家里多读几本书, 何必来这里受这样的侮辱? 芷璇让振宇转告顺爱, 这笔账她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顺爱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 白天是因为对前婆婆忍无可忍, 刚好芷璇闯进来才成了她的出气头, 其实有点对不起芷璇, 振宇心里却痛快极了, 她说今天的事不是顺爱的错, 而是舅妈和芷璇强人所难造成的。 振宇让顺爱保证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动摇和她在一起的决心, 顺爱没有丝毫犹豫地点了点头, 振宇甚至要求和顺爱拉钩才肯放心。 老太太也正在向儿子抱怨顺爱不自量力, 她以为她是谁啊, 啊, 虽然想嫁到迎星财团, 嗯哟, 到家后顺爱突然接到一个未知号码的电话, 正在感慨不知道是谁又会来气她的时候, 银秀一把抢过大姑姐的电话接通, 原来是振宇的舅妈打来兴师问罪的, 银秀知道以大姐的脾气肯定会对长辈道歉服软, 干脆替大姐出头说一直以来都是振宇喜欢大姐所以缠着她不放, 而且那个女人被打是因为她捣乱在先, 挂断电话后顺爱担心振宇会被救妈妈, 银秀表示如果振宇真心爱大姐的话, 这点磨练根本不算什么, 不久后英作的新公司正式开业了, 新机女野心勃勃地期待着自己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 她带东奎参观自己的豪华办公室, 东奎也被眼前的景观震惊了, 她为英作到底投资了多少钱, 英作表示除了用现在住的别墅贷到的款, 她还把所有的积蓄和以前住的房子全都投了进去, 光是装修就花了六个亿, 另外还有一位国外的大股东投了十三亿, 从开业庆典上离开后, 东奎的心理失落极了, 现在英作的事业做得比她还要大, 真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是会折磨她, 郁闷的东奎不自觉来到前妻的寿司店外, 刚到门口就听到前妻和振宇开怀大笑的声音, 东奎无奈地默默离开, 无处可去的男人只好去看望女儿, 开业派对结束后英作美滋滋地回到家, 刚进门就被婆婆拦下, 老太婆弃英作拿着她家的别墅贷款开公司, 却在开业后连一封邀请函都不给她, 英作说别墅是用她的名字登记的, 所以她花的都是她自己的钱, 买这栋房子的时候, 我也拿了一笔钱啊, 快点吐出来, 我现在能吐出来的只有刚喝下去的酒, 跟吃的小菜而已, 新鸡女把全副身家都投到了新公司, 原以为能就此大展宏图, 把丈夫和婆婆彤彤彤踩在脚下, 没想到开业第二天就遭到签约一人追讨薪资, 英作赶紧翻查公司的合同和账目, 可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纰漏, 那为什么15名一人全都没有收到签约金呢? 不明所以的英作波通金会长和红市长的电话, 可是他们的电话全都没人接听, 应该不会吧? 寿司店刚开门, 芷璇又不请自来, 顺爱首先为昨天打了芷璇以耳光道歉, 然后问她今天又有什么事, 芷璇让顺爱不要再缠着郑宇, 一个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也敢妄想高攀银星财团, 是因为以前在婆家过够了做牛做马的日子, 现在才费尽心机抓住郑宇妄想山鸡殿凤凰吧, 银秀看不惯没礼貌的芷璇, 便替大姐狠狠教训了她一顿, 听说芷璇是博士学位, 难道那是花钱买回来的吗? 振宇宁愿喜欢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也不要她, 她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趾高气昂的? 自尊心受伤的芷璇仓皇逃出寿司店, 没想到振宇就站在门口, 振宇对顺爱说芷璇那样死脑筋的女人是不会被几句话劝退的, 只有用真诚的心打动她才能让她心甘情愿放弃, 振宇从寿司店出来后, 一直等在外面的芷璇走上前, 她让振宇代替顺爱偿还一巴掌之仇, 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来打扰他们, 振宇听信芷璇的话于是闭上眼睛等着挨耳光。 晚上冬魁来看女儿, 直到女儿睡着也没离开, 终于等到顺爱回来后, 冬魁提醒顺爱不要做白日梦, 财团家族不是那么容易嫁进去的, 顺爱提醒冬魁没有全力管她的人生, 她跟谁在一起, 高兴也好受伤也好都是她自己的事, 冬魁越发觉得顺爱跟以前不同了, 好像身上多了另一种魅力。 冬魁到家后死皮赖脸的在英作身边腻歪, 可英作正因为公司的势心烦, 他一把推开丈夫后说自己没有心情, 然而兴致勃勃的冬魁却无视英作的一再拒绝, 英作表示冬魁每次从前妻那回来就对她很热情, 分明就是把她当成前妻的替代品, 这种三心二意的男人她宁可不要, 第二天一早英作再次给公司的所有管理层打电话, 然而大家的电话全都无人接听, 英作赶紧拜托于真帮忙查查是怎么回事, 很快于真就打听到以金会长为首的团伙是一群诈骗惯犯, 每次都以共同投资为耳骗取合伙人信任, 骗到前后就带着手下人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真的希望不是那个人, 午饭时间芷璇突然来到心理诊所, 趁着护士们在游戏室吃饭, 芷璇听信舅妈的怂恿偷偷来到振宇的卧室, 书桌上振宇和顺爱的照片让芷璇备受刺激, 她对舅妈说一定是那个老女人勾引振宇在先, 她会想尽一切办法帮振宇摆脱老女人的纠缠, 芷璇偷走振宇和顺爱的合照后, 再次来到寿司店, 一进门就洋洋得意地说起和振宇接吻的事, 振宇被芷气到无话可说, 于是返回了心理诊所, 到楼上才发现摆在书桌和床头的照片不见了, 振宇只好回去寿司店打算问清楚, 生闲看芷璇赖在寿司店不走, 于是寄上心来, 她给冬魁打电话, 焦急地说姐姐在店里被人欺负, 然后便匆匆挂断电话, 实际上是为了借机让好色的冬魁看上年轻貌美的芷璇, 要是他们俩互相看对眼的话, 振宇和姐姐就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了, 挂断电话后冬魁赶紧飞奔去就前妻, 很快就赶到了寿司店, 生闲让她赶紧搞定里面那个麻烦的女人, 振宇也在这时候返回来了, 芷璇不断提起和振宇接吻的事, 振宇让芷璇不要想借此破坏她和顺爱之间的关系, 冬魁简单一听就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她走到芷璇面前, 表明自己是顺爱的前夫, 我觉得张一生应该是被逼的, 心机女正在心烦全富身家被诈骗集团一锅端, 丈夫又打来电话说制作人要求更换今天的模特, 鹰座听说节目制作人是一向看不惯她的银秀, 顾不上和丈夫的公司有合约就一口回绝了, 东魁心想这下完了, 公司的新品第一次上节目, 万一卖不出去她恐怕要引就辞职了, 银秀能想到的替代人选只有大姑姐, 因为她的皮肤完全满足上镜要求, 组长当下拍板叫顺爱过来, 寿司店的损失由他们来补偿, 顺爱连原因都没问就直接赶去电视台, 虽然心里也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这个事上只要弟妹开口, 她绝对义不容辞, 顺爱刚到电视台就被银秀拉到录影现场, 之后便把今天的任务给大姐讲了一遍, 第一次上镜讲解护肤品的顺爱紧张极了, 但她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银秀看着大姐的表现, 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很快所有的产品就销售一空, 此刻东魁正在酒吧借酒交仇, 他几乎可以想象到明天被会长问责的场面, 正在这时引司机找来, 听说产品全部卖完了, 东魁赶紧快马加鞭跑回电视台, 录影结束后振宇带着顺爱先离开了, 顺爱给组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沮丧的男人来到前妻的寿司店, 原来鹰座流产那天东魁砸了寿司店, 后来派人重新装修好后偷偷留了一把钥匙, 寿司店里满是顺爱的味道, 正当东魁沉浸在和前妻的回忆里时, 芷璇也来到寿司店, 两个跟寿司店毫无关系的人一见面就开始唇枪舌战, 芷璇本来打算找顺爱示威, 没想到竟然看见顺爱的前夫, 他说绝对不会放过不起眼的老女人和眼前油腔滑掉的大叔带给他的屈辱, 心情欠佳的东魁警告他赶紧离开, 否则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会让你在这里发生永远忘不掉的回忆哦。 振宇每晚睡前都要看看他和顺爱的合照, 可现在空荡荡的床头和书桌让他根本睡不着, 芷璇偷走他的照片不知道是不是受舅妈指使, 刚好舅妈打来电话问芷璇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振宇趁机再次跟舅妈强调出了顺爱, 他绝对不会要其他女人, 挂断舅妈的电话后, 振宇做了一个决定, 顺爱被振宇突如其来的电话搞得一头雾水, 东魁到家后告诉英座今天的模特是前妻顺爱, 虽然他没在现场, 但总算渡过了这次难关, 英座一开始并不相信, 可亲自打电话确认后才知道东魁说的是真的, 东魁原以为英座会大闹一通, 没想到英座出乎意料的冷静, 还说了一些奇怪的话给东魁听, 你要是真的想尤美的妈, 真的打算, 要跟他复合的话, 趁早抓住他不然就来不及了, 英座表示这番话是发自真心的, 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他这种人不适合结婚, 而且结婚后害东魁也变得不幸, 第二天一早顺爱来到心理诊所, 振宇正在精心打扮, 他说卧室里的照片被偷走了, 现在他需要另外一些能证明他和顺爱真心相爱的照片, 振宇说完就带着满脸疑惑的顺爱离开了诊所, 两个人先是到照相馆拍了一组照片, 然后振宇自作主张去老人院看望顺爱的父亲, 并且行了大理希望老人家把女儿嫁给他, 顺爱当场愣住了, 他没想到振宇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订婚竟然是认真的, 振宇表示他不希望自己的感情再被家人左右, 他是真的很想和顺爱结婚, 但他绝对没有强迫顺爱的意思。 新公司开业还不到一个星期, 新鸡女的全副身家就被骗个精光, 连本该付给装修公司的六亿装修费也被合伙人骗走, 英作没办法只能把豪车卖掉, 然后用账上仅剩的四千万付清了员工工资, 豪车换成十八手武林宏光后, 英作回家把保险柜里的首饰拿了出来, 手上一刻拉的戒指卖掉的话也能抵一部分债务, 可犹豫再三英作还是留下了东奎送给他的全部首饰, 求婚时的甜蜜还历历在目, 万万没想到不够一年他就从天堂坠入地狱, 而另一边的顺爱被振宇的真情打动, 于是爽快接受了振宇的求婚戒指, 他很庆幸自己能遇到这么优秀的男人。 自从上次在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后, 顺爱就拥有了一批迷妹粉丝, 小女孩们成群结队跑来光顾寿司店, 顺爱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晚上到家后顺爱收到了电视节目的薪水, 看到金额的时候他差点高兴地跳起来, 第二天顺爱跟弟弟一起去商场为全家人买新衣服, 可轮到给正宇买礼物的时候, 顺爱突然犯难了。 正宇听说顺爱亲自帮他买了礼物, 非要当面拆开来看, 顺爱抢不过正宇连忙害羞地跑掉了, 正宇看着花花绿绿穿一周都不重样的七条内裤开心极了, 幸福的男人迫不及待在镜子前室穿起来, 正宇去寿司店感谢顺爱的礼物, 看见东奎来了就像男主人一样招呼他坐下, 东奎一眼看见正宇手上的戒指, 随后又看到顺爱戴着铜款, 那些内裤啊, 我姐送给你的内裤, 合不合你的尺寸啊? 当然。 受到双重打击的东奎向行尸走肉般离开寿司店, 在门外听着顺爱幸福的笑声, 男人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 此刻失落的人可不止东奎一个, 宣布破产的英作来和余真道别, 为了还债他已经身无分文, 可仍然还有很多高利贷不知道该拿什么还, 英作决定先出去躲一躲。 英作漫无目的地开着十八首武林红光, 回忆里全是和东奎甜蜜的样子, 一想到那些美好的日子眼泪就情不自禁流下来, 突然生无可恋的女人踩足了油门。 夜深了英作一直没到家, 电话又始终无人接听, 东奎只好问余真知不知道英作在哪里, 余真告诉东奎英作出去避风头了, 今天晚上不会回来, 让他明天过去一趟, 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东奎, 第二天一早东奎就直奔余真家, 车上正在播放昨天突发的一场交通事故, 可东奎根本无心留意, 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 余真把英作被诈骗的是一五一十告诉了东奎, 难怪英作最近那么反常, 东奎自责自己太不关心妻子了, 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事英作都没有告诉他, 一想到英作独自承受着那些压力, 东奎的眼眶就不自觉红了。 老太太埋怨夜不归宿的儿媳妇越来越不像话, 让东奎陪他去英作的公司看看。 公司倒了, 门大齐了。 这天寿司店突然来了一位乡下老太太, 听说这里的寿司味道很好, 所以特意来尝尝, 顺爱很热情地招呼着慕名而来的客人, 老太太也对寿司的味道赞不绝口, 吃完寿司后老太太随意和顺爱聊起天, 听说顺爱已经离婚了, 老太太热情地要给他介绍对象, 顺爱赶紧说不用了, 话音刚落, 郑宇的电话打了过来, 顺爱一脸甜蜜的样子全都被老太太看在眼里, 郑宇正在欣赏他和顺爱的订婚照。 你那么喜欢那个女生啊? 对, 不过, 还吗? 哎呦, 哎呦, 老太太对朴实善良的顺爱并不讨厌, 难怪儿子不顾舅妈反对坚持要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妈妈的突然回国让郑宇高兴不已, 他急着想要把顺爱介绍给妈妈, 却不知妈妈已经早一步去寿司店见过顺爱了, 顺爱接到郑宇通知后赶来心理诊所, 看见刚刚的乡下老太太食大吃一惊, 老太太主动起身和顺爱打招呼, 老太太拉着顺爱坐下, 说儿子现在这么幸福多亏了顺爱, 老太太过分的亲切让顺爱有些不知所措, 妈妈说很喜欢顺爱清澈见底的眼神, 郑宇让妈妈多和顺爱相处, 到时候就会发现顺爱的心更加清澈, 她让妈妈劝舅妈不要再干涉她的感情生活, 那个叫芷璇的女人她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老太太表示舅妈也是为了她好才这么花心思, 她反倒想要见见那个芷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东奎在保险柜里看到自己送给鹰座的戒指, 胸针和鸣表, 鹰座把其他首饰全都变卖了, 唯独留下了东奎送给她的礼物, 那时的他们是那么开心, 可现在却变得物是人非, 保险柜里还有一封鹰座写给她的信, 虽然他们结婚后争吵不断, 但东奎是他唯一爱过的男人, 该不会到脑里去自杀了吧, 东奎让秘书帮忙调查这一两天有没有女性的意外事故, 很快就查到郊区有一起不明身份的交通意外, 东奎想都没想就连夜赶了过去, 他在心里祈祷千万别是鹰座做了傻事, 东奎赶到事发第一院的急诊室, 鹰座仍然在昏迷中, 那么爱美的女人如今被包得像猪头一样躺在那里, 东奎心疼的眼眶瞬间红了, 随后他连夜掉救护车把鹰座转回市区接受治疗, 早上尤美跟妈妈说他想爸爸了, 昨晚梦到爸爸一直在哭, 可他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顺爱让女儿先上学, 他会通知爸爸过来看他, 上午顺爱给东奎打电话, 希望他下班后能过来看看尤美, 东奎说最近都很忙所以没时间过去, 但是他会让隐司机把尤美接过去, 也不问我发现什么事啊。 东奎刚让隐司机重新开通鹰座的手机, 余真就打来电话, 听说鹰座发生了交通意外, 余真吓了一跳, 他赶紧打听鹰座在哪个医院, 隐司机却不方便透露, 让他亲自问东奎, 尤美放学后终于见到爸爸, 他让爸爸以后不要关机, 这样他想爸爸的时候就能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了, 顺爱从女儿口中得知鹰座受伤婚迷, 后来又在精华那里听说鹰座被诈骗 才一时想不开, 郑宇和顺爱都替鹰座难过, 老太太想去医院看看鹰座, 可东奎就是不肯说出医院的地址, 好在别墅在老太太的帮助下保住了, 看着儿子每天奔波在公司和医院憔悴不堪的样子, 老太太心疼不已, 余真一想到鹰座和他道别那天就懊恼不已, 要是他当时再留心一些, 就不会让鹰座那么绝望地离开, 余真焦急地来找东奎, 刚好看到东奎出门, 他赶紧跟了上去, 终于跟到医院后余真求东奎让他看一眼鹰座, 余真看着不省人事的鹰座, 自责地差点哭晕在床边, 从病房出来后, 余真把一份文件交给东奎, 他说那里面的东西有可能也是导致鹰座想不开的原因之一, 东奎回到病房后打开那份文件, 原来里面全都是有关鹰座的过去, 那些内容一定是鹰座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这就是死了会比较好, 借酒交仇后东奎来找前妻, 他一遍一遍向顺爱说对不起, 使他害所有人变得不幸, 以后他再也不会缠着顺爱了, 我对不起, 看着东奎远去的背影, 顺爱突然无比难过, 东奎再次返回医院, 他对鹰座说以后会彻底忘记顺爱, 希望鹰座尽快好起来, 29岁的女博士看上39岁的心理医生, 可惜对方却声称只爱那个比他老还历过婚的女人, 败给顺爱这样的女人让芷璇十分不爽, 听说振宇的妈妈回国, 她第一时间登门拜访, 并声称一定会拿下她的儿子, 因为男人到最后都只会喜欢年龄小的女孩子, 振宇妈看着眼前聪明但高傲过头的女人, 知道她一定不是儿子喜欢的类型, 但能看一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未尝不是一件趣事, 于是她选择放任芷璇不管, 振宇看到芷璇时, 头都大了, 芷璇声称之前在顺爱那里受到的侮辱需要振宇来补偿, 振宇不解地问她应该怎么补偿, 芷璇说侮辱过她的人每人比一天的约会, 所以振宇需要跟她约会四天才行, 振宇无奈地表示她要征求未婚妻的意见, 如果顺爱同意她就会按照芷璇的要求去做, 反之如果顺爱不同意, 那她就什么都不会做, 芷璇爽快地答应了, 从心理诊所出来后芷璇直奔顺爱的寿司店, 这一次她全程用英文指责顺爱配不上振宇, 她这样级别的女人只配得上她那个恶心的前夫, 芷璇警告顺爱别无耻的妄想嫁到银星财团, 如果不尽快离开振宇她就炸了这家店, 芷璇终于用那可怜的优越感让顺爱哑口无言, 可一言不发的顺爱根本不生气, 这个时候我好庆幸, 我听不懂英文呢, 振宇妈要回国了, 因为振宇的诊所走不开, 所以顺爱主动请英宋未来婆婆去机场, 相比较之下老夫人还是更喜欢稳重的顺爱, 奶奶很久没见到孙女了, 好在尤美已经完全从爸妈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可看到饭桌上孩子们吃剩的盒饭, 老太太又不自觉埋怨起前儿席对孙女照顾不周, 刚好生闲回来收拾餐桌, 老太太抱怨顺爱应该亲自回来看看孩子, 生闲说姐姐去机场送振宇妈了, 老太太听完顿时怒火中烧, 回家后仍然余怒未消, 精华听完原因后知道妈妈是在心里不平衡, 以前他看不上的儿媳妇现在成了别人手里的宝贝, 谁让他和哥哥当初不知道珍惜呢? 郑宇和顺爱聊天的时候, 竟然得知他和东奎是国中的同学, 因为他没有读完国中就出国了, 加上性格一直很安静, 所以才对东奎没有印象, 郑宇主动联系东奎, 东奎也完全不记得郑宇是自己的同学, 可这个消息却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东奎对突然冒出来的同学丝毫不觉得开心, 因为他的同学竟然抢走了自己的女人, 郑宇说顺爱只是被他抛弃了的女人, 是他不珍惜顺爱, 才让绝望的顺爱来到他的身边, 东奎可怜的自尊心突然跑出来作祟, 他绝对不允许顺爱和郑宇结婚, 顺爱快被反反复复的东奎气疯了, 他们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怎么还有脸来干涉他的私生活? 我原本是打算放开的, 东奎说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顺爱和郑宇在一起, 昏迷二十多天的英座终于醒了, 可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英座忍不住哭了出来, 东奎接到通知后飞奔到医院, 医生提醒他千万不能再刺激病人, 否则他可能会有再次自杀的倾向, 英座浑身又痒又疼, 脸上的纱布令他十分难受, 撕开纱布的瞬间露出长长的一道伤疤, 东奎瞬间僵在原地, 等他回过神来, 英座也意识到自己毁容了, 他发疯一样想要照镜子, 东奎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按在床上, 最后还是靠镇定剂才让他冷静下来, 东奎希望能尽快帮英座安排整形手术, 可医生说他首先要进行物理治疗, 让身体的各部分器官恢复正常, 等身上的伤口愈合后才能接受整形手术, 这时候需要有家人在身边开导他配合治疗, 东奎左思又想只能拜托于真出面安抚英座, 镇宇趁寿司店宫修带着顺爱和孩子们去郊外烤肉, 顺爱开心地说东奎从来没带他和孩子来过这么美的地方, 好像是同时间收到感应一样, 东奎打到顺爱弟弟家借故找尤美, 生贤故意说镇宇带姐姐和尤美出去度假了, 但怎么都不肯说出他们去了哪里, 醋一上头的东奎打给心理诊所的李护士, 有嘴滑舌的男人三言两语就从李护士口中套出了地址, 晚上大家正在开心地吃着烤肉, 东奎突然出现在镇宇和顺爱面前, 自尊心作祟的东奎万万不能接受自己曾经的女人将要跟他的老同学同床共枕, 镇宇为了摆脱东奎的无理纠缠, 于是拉起顺爱回了房间, 被关在门外的东奎大受刺激, 他怒吼着让前妻赶紧出来, 得不到回应的男人转头看见顺爱的朋友, 他冲到美珠身边一把拉住他并警告顺爱再不出来的话, 美珠就会因他而遭殃, 美珠用尽全身的力气都无法挣脱像野兽一般的东奎, 顺爱在房间内听到美珠求救, 不顾镇宇反对连忙冲出房间制止东奎, 他随手拿起一个纸巾合砸向东奎, 得逞的东奎这才起身放开美珠, 东奎看达到目的了, 于是走向美珠道歉, 说自己刚刚只是利用他刺激顺爱而已, 美珠狠狠地扇了东奎一个耳光, 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渣, 东奎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这个巴掌就当是扯平了, 东奎临走前再次警告正宇尽快离开顺爱, 否则就会死在他手上, 正宇表示在那之前, 他一定会把东奎关进精神病院, 东奎离开前心情爽极了, 银秀告诉大姐东奎只是在利用他的善良来耍他, 他当时应该听正宇的话留在房间里, 除非东奎是个疯子, 否则他绝对不会真的伤害美珠, 因为他断定自己能拿捏住大姐的弱点,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回想, 鹰座在于真的开导下终于肯先接受物理治疗, 他只担心自己的脸再也不会恢复原来的美貌, 于真让他相信东奎安排的整形医生, 为了让他活下来, 东奎付出了很多, 鹰座问东奎整形手术后是不是会跟他离婚, 东奎说在他恢复原来的容貌之前绝对不会离婚, 因为只有恢复容貌, 鹰座才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 原来鹰座13岁那年被爸爸情妇的弟弟糟蹋, 他本想将那个男人处决, 但因为还是个小女孩的缘故最终没有得手, 可这件事却害得妈妈自杀, 也成了他一辈子都抹不掉的痛苦的回忆, 寿司店突然被人破坏, 顺爱怎么都想不到是谁和他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眼看着生意又要做不成了, 顺爱的眼泪指都止不住, 振宇第一时间赶来后也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 他让顺爱别难过, 人没有受伤就是万幸了, 振宇提出这一次重新装修寿司店的费用由他来承担, 这样以后再去吃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用付钱了, 实际上振宇隐隐觉得这件事跟他有着莫大的关联, 东奎下班后直接赶到寿司店找顺爱, 可是乱七八糟的寿司店里根本看不到顺爱的影子, 他找到家里告诉顺爱自己会跟鹰座离婚, 之后就和顺爱重新复合带着尤美一起生活, 可顺爱的心里早就没有东奎的位置了, 他现在爱的是振宇, 那个小子让我非常不高兴, 我绝对不答应让那幼稚的臭小子做尤美的继妇, 银秀说振宇正在等着和他们一起吃饭, 东奎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去了, 他自然成了饭桌上最不受欢迎的人, 吃过饭后东奎又像根屁虫一样来到心里诊所, 顺爱怕东奎砸烂他和振宇的订婚照, 于是从墙上把照片摘了下来, 刚好东奎来到楼上想要拉走顺爱, 振宇马上制止了他, 他向来对暴力的行为很不迟, 希望他有点风度好好说话, 一句话彻底激怒了顺爱, 他再也不想像以前一样没有自我的活着, 他也绝对不会再忍受活在别人的命令之下, 郑宇没想到自己的老同学竟然是这副德性, 看着振宇错愕的表情, 东奎开心得不得了, 他说这是对振宇非要接近他前妻的惩罚, 得意洋洋的男人好像忘记了, 此刻他的妻子正忐忑地准备接受整形手术,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 东奎去心理诊所找振宇的麻烦, 刚好李护士打算下班回家, 李护士知道东奎和振宇是同学, 好心劝他和振宇好好相处, 可东奎突然动了歪心思, 女人就是要这样才可爱吧, 送走李护士后, 东奎返回诊所来到楼上, 看着前妻和女儿在振宇身边开心大笑的样子, 东奎顿时极度到发狂, 他甚至顾不上和女儿打招呼, 直接让振宇摘下墙上他和顺爱的照片, 振宇表示这是他的地盘,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他的自由, 东奎看振宇不听话, 于是打算强行越过振宇亲自把照片拿下来, 这时顺爱让女儿向爸爸问好, 一想到乖巧的女儿说过不喜欢看他吵架的样子, 东奎这才冷静下来, 一周后做完整形手术的英座终于出院了, 他把自己的脸裹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别人看到他的样子, 到家后婆婆站在门口等他问好, 可英座连话都没说就直接回房间了, 因为伤口还没有愈合, 英座整天躲在卧室谁也不见, 婆婆实在受不了英座的无礼于事去叫门, 可英座说在他的脸能化妆前绝对不会见他, 精华不理解妈妈为什么非要看那张还没痊愈的脸, 又过了几天, 顺爱的寿司店终于重新装修好了, 看得出来振宇花了不少心思在里面, 顺爱十分感谢振宇为他做的一切, 第二天寿司店就恢复营业了, 顺爱的生意比之前更好了, 这天李护士被老同学邀请去公司见面, 到地方后突然见到东奎, 才知道老同学是东奎的秘书, 东奎看到李护士后热情地邀请他到办公室, 并且对金秘书说下班后会请他和李护士一起吃饭, 闲谈之下, 东奎知道李护士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 因为父亲生意失败, 所以才上班赚钱攒留学的费用, 东奎说他们公司有提供奖学金, 可以帮他写一封推荐信, 吃饭的时候, 东奎毫不掩饰对李护士的喜欢, 金秘书隐隐觉得李市长不怀好意, 吃过饭后, 东奎借着顺路去看女儿的理由送李护士回诊所, 刚好被振宇看到李护士从东奎的车上下来, 振宇三言两语打发李护士回诊所, 然后提醒东奎他的妻子现在很需要人关心, 可东奎只关心振宇和前妻的照片有没有摘下来, 如果振宇再不离开顺爱, 他就会对振宇身边的女人下手, 第一个人选就是单纯可爱的李护士, 振宇很想提醒李护士提防东奎, 可李护士正沉浸在东奎答应帮他申请奖学金的喜悦之中, 振宇只好决定再想其他办法, 几天后英作终于摘下了面纱, 他的脸蛋甚至比之前更惊艳, 东奎看着花重金就回来的娇妻, 蠢蠢欲动的心早就忘记了要和英作离婚的念头, 婆婆终于看到英作的脸了, 难怪我儿子愿意花那么多钱在他身上一句话都不敢坑, 被迷得团团转, 英作说准备出去找事情做, 老太太趁机数落他不要再被骗了, 还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学做家务, 英作表示他不是一个会被困在家里的女人, 婆婆如果希望他懂得感恩, 就要学会先对他付出母爱, 这样说不定他一感动会跪在他面前忏悔, 老太太快被这个儿媳妇折磨疯了,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口口声声说手里没钱的儿子又张罗着给英作买车了, 英作特意当着婆婆和小姑子的面前说想要一辆比之前更好的车, 英作刚把东奎要给他买车的好消息告诉余真, 就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对方提醒他和东奎正在和心理诊所的李护士搞外遇, 此时的东奎再次来到心理诊所。 刚刚逃出鬼门关的新鸡女怎么都想不到, 丈夫好色的老毛病又犯了, 而这一次丈夫招惹的竟然是个乳秀未干的黄毛丫头, 余真怕英作想不开再寻短见, 然而重生的英作无比珍惜好不容易活下来的机会, 而另一边的东奎此刻正在心理诊所等着李护士, 振宇警告他不要伤害无辜的人, 可东奎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更是对振宇抢走前妻的报复, 振宇提醒李护士不要轻信东奎毫无私心的帮助, 然而李护士一心期待着东奎帮他申请留学奖学金,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正逐渐掉进陷阱之中, 振宇表示他不会干涉李护士的私事, 但希望他能记住一句话, 没有特别的理由就突然对你表现出善意, 也可能会伤害到你也说不定, 李护士说会记住振宇的话,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跟着东奎走了, 晚上东奎到家后, 英作迫不及待地问新车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东奎说这周内应该就能拿到了, 英作开心地向丈夫表示感谢, 随后就提起有人给他打电话爆料东奎和李护士的事, 东奎为了掩饰心虚哈哈大笑, 真与这小子还精会开玩笑啊, 只是在分秒之间东奎就想好了完美的谎言, 他说自己是出于善意打算帮李护士申请留学奖学金, 第二天英作还是不放心, 于是拨通了爆料电话, 没想到爆料人竟然是顺爱的弟弟生贤, 他提出跟生贤见一面, 生贤提醒他有时间的话就管好自己的丈夫, 整天赖在心理诊所对着李护士流口水的样子真让人讨厌, 让振宇心烦的事接踵而来, 消失许久的芷璇突然再次出现在心理诊所, 上一次说过的四天约会该要兑现了, 刚好顺爱和美珠赶到, 芷璇故意让振宇马上征求顺爱的意见, 振宇说约会的是永远都不可能了, 谁让他无知到去破坏顺爱的寿司店, 芷璇说他从来没动过寿司店, 振宇妈走的第二天他就出国旅行了, 昨天才刚刚回来, 芷璇打断正在思考的振宇, 说约会的事会给他四天时间考虑, 美珠问振宇打算怎么处理芷璇提出的四天约会, 振宇说会听顺爱的意见, 美珠直接替顺爱同意了让振宇和芷璇约会, 但是必须要带上他和顺爱在一旁监视, 因为那种看起来温顺的女人, 说不定内心是个难搞的狠角色呢, 下班后金秘书带着男秘书来诊所找李护, 没想到冬奎再次找上门, 他诧异自己的两个秘书怎么同时出现在心理诊所, 金秘书说打算撮合男秘书和李护士, 冬奎面不改色地说他的两个秘书看起来才更相配, 男秘书听出了李市长的话外音, 于是赶紧借故走了, 金秘书追出去抱怨他没胆量, 我认为我的工作比女朋友重要多了, 话音刚落, 李护士和冬奎一起走出诊所, 金秘书一把拉走李护士, 问李市长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泡温泉, 那里可是要穿泳衣的地方, 抓不到李护士的冬奎一个人在路边摊喝烧酒, 满身酒气的冬奎到家后抱怨着刚刚一个人喝闷酒太可怜了, 英作表示等他身上的伤口全部复原后, 一定好好陪他喝个痛快, 男人精心准备了烛光晚餐, 本打算跟心爱的女人求婚, 可正在练习求婚誓词的时候, 女友的前夫不请自来, 冬奎让振宇不要再纠缠前妻, 正在这时顺爱赶来, 死缠烂打的冬奎让顺爱和振宇疲惫不堪, 好好地求婚一事就这样被破坏了, 顺爱跟弟妹说刚刚是为了弃冬奎才同意和振宇结婚的,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因为和冬奎那段失败的婚姻让他始终不敢再结婚, 银秀告诉大姐, 不会再有比振宇更好的男人了, 如果想让冬奎彻底死心, 和振宇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顺爱也知道振宇是个绝世好男人, 如果不是冬奎一直纠缠不清, 或许他早就和振宇一起生活了, 银秀让大姐再去找振宇一趟, 如果那些鲜花蜡烛还原封不动地在那里就同意和振宇结婚, 有了银秀的鼓励, 顺爱当下就直奔振宇家, 沮丧的振宇正在对着满桌子的鲜花蜡烛唉声叹气, 突然听到顺爱的声音, 振宇激动地走到顺爱身边紧紧把顺爱抱在怀里, 刚刚的小插曲让两颗心更加贴近彼此, 第二天一早精心装扮的顺爱和有美直奔心理诊所, 一路上顺爱都沉浸在昨晚的幸福之中, 从没想过自己会那样疯狂, 昨晚连睡衣都没换就直接返回去找振宇了, 振宇重新补上了求婚誓词, 他说就算等到七老八十也会一直等到顺爱心甘情愿嫁给他, 原来那些话根本不需要提前练习, 只要看到顺爱他就会很自然地表达心底的情感, 随后振宇送上为顺爱精挑细选的貂皮大衣, 希望那件衣服能和他一起替顺爱遮挡寒风, 顺爱和有美坐下后, 振宇略带紧张地问有美会不会反对他和妈妈结婚, 有美知道振宇带给妈妈很多快乐, 他并不反对他们结婚, 只是希望他们结婚后不要移民, 不过新年的第一天太冷了, 所以最好能等到花开的季节再举行婚礼, 懂事的有美给了顺爱巨大的勇气, 有美把妈妈要结婚的事告诉了爸爸, 东奎听完顿时怒火中伤, 可在女儿面前只能忍着, 有美说他不希望爸爸生气, 更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 我会尽量不生气, 我, 我会努力, 可当东奎一个人回到卧室后, 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失落和悲伤, 第二天东奎气呼呼地找到心理诊所, 他骂振宇竟敢给他的女儿洗脑, 利用女儿逼他同意他们的婚事, 振宇表示有美是个有主见的孩子, 虽然他不知道有美说了些什么, 但那些话一定是他的真实想法, 而且他也不需要利用有美, 因为就算全世界都反对, 他也一定会和顺爱结婚, 东奎怒气冲冲地离开心理诊所, 李护士追出去本想问问蒋学金的事, 可东奎早就不见踪影, 他只好给金匿数打电话, 这才知道原来东奎今天被公司通知降职, 之后可能要被调到釜山分公司工作, 东奎被降职的烦心事还没搞定, 英作又打算和以前的模特朋友一起搞服装公司, 东奎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从来不会拒绝英作提的任何要求, 明知道会被妈妈骂的狗血淋头, 可还是硬着头皮求妈妈拿钱帮英作创业, 我是摇钱术啊, 啊? 老太太追出去问儿媳妇究竟想在儿子身上坑多少钱, 英作赌气说会另外找时间再跟他商量价钱, 做生意就是要讨价还价不是吗? 晚上英作把老太太给他一意的事告诉了东奎, 东奎问他是不是准备拿了钱后离开他, 英作说他打算跟婆婆要五亿, 东奎笑着说以前他可是给自己标价一百亿的女人, 现在怎么只拿二十分之一就知足了呢? 英作表示他那些不堪的过去已经不容他那样狂妄了, 所以如果有一天他消失了, 请东奎不要觉得奇怪。 一夜未眠的东奎问妈妈到底知道英作的哪些过去, 老太太满脸鄙视的说那样的女人, 一看就知道骗过不少老头子的钱, 还敢装作高傲的未婚少女嫁到这个家, 东奎这才明白妈妈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因为偏见才给英作扣上了莫须有的帽子, 东奎赌气的表示如果妈妈不同意拿钱, 她就马上辞职然后把退休金都给英作, 银秀在商场突然看见芷璇和振宇妈在一起很亲密的样子, 振宇明明已经向大姐求婚了, 难道大姐被未来婆婆踢出局了吗? 振宇收到妈妈买给她的外套, 殊不知这件外套其实是芷璇买给振宇的, 老夫人看儿子穿上新衣服的样子心里暗自感叹芷璇眼光好, 但为了避免惹儿子生气, 老夫人并没有说出衣服是芷璇买给振宇的新年礼物, 振宇打算叫上顺爱请妈妈吃饭, 可老夫人说芷璇等下会过来接她回去, 振宇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东奎一直不肯接受被降职, 直到董事长从国外回来, 才重新安排他年后去杜拜分公司工作, 以此保住他理事长的职位, 并告诉他银星财团的董事长亲自出面替他求了情, 东奎马上想到是振宇出手帮了他的忙, 东奎怀着复杂的心情向振宇道谢, 这一次他一改往日视振宇为情敌的嚣张跋扈, 虽然振宇不肯承认自己有做过什么, 但东奎知道他身边能请得动银星财团的, 就只有银星财团董事长的亲外生振宇, 老太婆一想起儿子鬼迷心窍的样子就对鹰座恨得牙咬, 他打电话叫鹰座回家一趟, 说已经知道了鹰座见不得人的过去, 鹰座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鸟一样坐在婆婆面前, 婆婆说不能再留下他继续糟蹋儿子的钱了, 看在往日共处一个屋檐下的情分, 武艺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是含泪拿出最后这一五千万, 像你这种败坏门峰的恶媳妇继续留在家里, 会招来厄运, 还是好聚好散吗? 鹰座好像早就预料到是这样的结局, 他没做任何反抗, 跟婆婆道谢后就拿着钱和离婚协议离开了这个家, 无家可归的鹰座只能去投奔余真, 余真不解地问东奎怎么舍得放他走, 鹰座说东奎还不知道这件事, 但他早就预感到他们俩会走到这一步, 因为自从东奎知道了他的过去, 他就像有心理障碍一样抗拒和东奎亲密, 与其咬牙留下让两个人痛苦, 不如干脆一点结束这段感情, 浑身疲惫的东奎刚到家就躺下睡着了, 这段时间工作上的变故让他身心俱疲, 老太太听说儿子的工作保住了也松了一口气, 赶走恶媳妇后家里马上就有好事发生了, 东奎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 原以为鹰座又在早出晚归的工作, 可到衣帽间才发现鹰座的衣服全部不见了, 东奎马上意识到鹰座是决心和他分开了, 老太太听说儿子连早饭都不吃就要去找鹰座, 直接问他是不是想要气死他这个妈才满意, 鹰座又不是他敢走的, 是拿了一亿五千万后主动走的, 一定是心虚自己那些不堪的过往才不好意思赖在这个家, 东奎本打算把鹰座的过去烂在肚子里, 可眼看妈妈对鹰座的误会太深了, 只好说出鹰座十三岁时被爸爸情妇的弟弟糟蹋, 之后他想报仇却杀人未遂, 还害妈妈因此自杀的往事, 你也同样身为女人, 您自己想想看好了, 财阀夫人刚回到别墅就看见儿子的女朋友带着孩子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老夫人顿时觉得很没面子, 身后的心机女则一副看笑话的样子, 刚好振宇从房间出来, 看见妈妈又跟芷璇在一起, 振宇心里很不舒服, 妈妈生气地说顺爱睡在客厅实在太不像话了, 振宇连忙解释说他们刚看完日出回来, 本来是让顺爱回房间睡的, 可顺爱觉得白天回房间睡, 万一振宇妈回来会很失利, 所以才在客厅稍稍休息一下, 没想到一不小心睡着了, 看她睡觉的样子, 云巢应该没有学习让自己有点教育, 老夫人说完就回房换衣服去了, 这下芷璇别提多高兴了, 老夫人越是反感顺爱, 她越能在老夫人那里加分, 一想到振宇每天毫不知情地穿着她送的外套, 芷璇就感觉和振宇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可振宇却向妈妈表示她一定要去顺爱, 刚刚妈妈在芷璇面前生气的样子让她很不舒服, 老夫人嘴上虽然不反对儿子的决定, 但她对顺爱的条件实在不太满意, 第二天中午, 芷璇又开车送老夫人去给振宇送蜂蜜, 看着儿子房间干净整洁的样子, 老夫人知道一定是顺爱的功劳, 既然儿子那么喜欢她, 不如就再观察一段时间, 东奎来心理诊所找振宇, 刚好在门口看见芷璇, 两个互相讨厌的人对彼此互损了几句就分开了, 听理护士说振宇去了寿司店, 老夫人现在在楼上, 东奎决定去寿司店通知振宇, 正在这时, 老夫人出来叫芷璇进去一起等振宇回来, 心机女指着东奎的背影告诉老夫人, 顺爱的恶心前夫又跑去找顺爱了, 振宇说结婚后打算买一间大房子, 然后把顺爱的爸爸和弟弟一家都接来一起住, 顺爱问振宇她的母亲是不是也会住进来, 振宇表示绝对不会让顺爱再跟婆婆一起生活, 门外的东奎听完心理五味杂陈, 顺爱却被振宇感动得一塌糊涂, 东奎进来告诉振宇她母亲和那个女人在诊所, 振宇赶紧起身回去了, 东奎坐下就说饿了, 顺爱什么话都没说就做了一份寿司端给她, 东奎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寿司, 一边感叹自己的人生怎么会变成如今狼狈不堪的样子, 顺爱安慰她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 振宇回到诊所, 妈妈把蜂蜜递到儿子面前, 嗯,味道不错, 哦, 哎,我每天可以跟顺爱一起沾东西来吃了, 纸旋知道振宇是故意在她面前提起顺爱的, 于是自觉地起身先离开了, 振宇甚至没有和纸旋说一句道别的话, 妈妈问儿子为什么要对纸旋那么不友好, 振宇再次表明了自己要和顺爱结婚的决心, 并且说结婚后会和顺爱的家人住在一起, 振宇说她的心情完全被顺爱所牵引, 只有顺爱幸福她才会感觉幸福, 当顺爱难过的时候她比顺爱更难过, 所以她很想帮顺爱一起负担她人生中的责任, 妈妈不清楚儿子怎么会对顺爱那么死心塌地, 她只担心儿子将来会受到伤害, 几天后振宇带着顺爱和孩子们去滑雪, 前婆婆突然找上门来, 她留下一个带子让生贤务必转交给顺爱, 老太太没见到前儿媳, 于是去寺庙许愿, 现在家里最讨厌的人已经离开了, 她希望顺爱和儿子能尽快复婚再回到这个家, 巧合的是振宇妈也来到同一个地方许愿, 老太太离开之前刚好看到站在门口的芷璇, 她一眼认出芷璇是那个自称振宇女朋友的女人, 正在聊天的时候振宇妈也走了出来, 在芷璇的介绍下, 顺爱的前婆婆和未来婆婆第一次打了照面, 老太太开门见山地表示很后悔让顺爱和儿子离婚, 如果不是振宇的介入, 顺爱早就和儿子重归于好了, 毕竟他们俩之间还有个女儿, 她只是表面上愿意跟你儿子在一起而已, 老太太最后这一句看似善意的忠告彻底让老夫人动摇了, 她实在太担心儿子受到伤害, 于是火急火燎地催儿子马上离开滑雪场回诊所, 震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好先送顺爱和孩子们回家, 顺爱刚到家就看见前婆婆送来的袋子里有一件昂贵的貂皮大衣, 顺爱想都没想就决定明天把大衣还回去, 银秀感觉这件大衣和震宇妈急着叫儿子回来这两件事一定有什么关联, 她说出震宇身上的那件外套实际上是芷璇买的, 因为那次她在商场亲眼看见是芷璇付了账, 而震宇妈也毫不犹豫替儿子收下了这件外套, 现在顺爱的前婆婆又用一件大衣来讨好顺爱, 这两件事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 她让大姐明天先去跟震宇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 震宇看见妈妈毫发无损这才放下心, 她问妈妈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让她非要连夜赶回来, 你跟你的女朋友分手吧, 心机女被刁蛮婆婆用一亿五千浪赶出家门后, 原以为从此跟丈夫再无瓜葛, 没想到丈夫主动找到她, 不只帮她一次性还清了豪车的贷款, 还在她的账户里存了一笔钱, 鹰座问东奎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东奎让她不要问那么多, 更别让妈妈知道这件事, 几天后东奎来看鹰座, 鹰座一直追问钱的来源, 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东奎会给他那么大一笔钱, 那些钱足够他买下一间公寓了, 鹰座很担心东奎为了补偿他做犯法的事, 东奎告诉他那些钱是他攒了五年的梦想基金, 五年前东奎就计划好在公司努力做到社长的位置, 之后便投身政界实现他的梦想, 原以为有鹰座在身边一定会帮他顺利踏入政界的大门, 没想到他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所以这笔钱也没什么意义了, 是我对不起你, 顺爱带着钱婆婆送的貂皮大衣来找振宇, 这才知道钱婆婆和振宇妈在寺庙偶遇的事, 听说钱婆婆一直在挑拨他和振宇的感情, 难怪钱婆婆会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给他, 原来早就计划好了如何继续操控他的人生, 顺爱让振宇陪他一起去还大衣, 好让钱婆婆彻底清醒, 振宇提议把大衣直接还给东奎, 于是打电话跟东奎约见面, 东奎这才知道妈妈又在背后搞事情, 他让振宇直接来于真家, 东奎拿出貂皮大衣的时候顿时愣住了, 原来那是英作在结婚前送给婆婆的见面礼, 两个女人都对荒谬的钱婆婆无语了, 英作很感谢顺爱物归原主, 他问东奎可不可以留下这件大衣, 东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从于真家出来后, 顺爱也告诉了振宇他以为妈妈送的外套实际上是只选买的, 老太太一直盼望着钱儿媳能打电话来感谢他送那么贵重的礼物, 可一天一夜过去了, 顺爱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 老太太急不可耐地主动拨通了顺爱的电话, 上来就直接问那件大衣合不合身, 那件衣服是裴英作结婚的时候, 当做见面礼送给您穿的, 我想您大概不喜欢穿, 所以就还给裴英作了, 振宇到家后看着穿了好久的外套, 原以为是妈妈的一片心意, 谁能想到妈妈竟然帮着芷璇欺骗他, 振宇对妈妈说他突然觉得那件外套穿起来不舒服, 所以打算送给诊所的事务长, 振宇妈说儿子好像有点太敏感了, 可一旁的芷璇却替振宇解释说, 身为一个心理医生就应该反应灵敏, 这样才能很快找到病人发病的原因, 敏感的男人身边, 最好有一个像这样大方的女人作伴, 此时的振宇正对着妈妈上次送来的蜂蜜发愁, 没想到妈妈竟然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振宇把蜂蜜带下去送给李护士, 说自己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 李护士看着珍贵的蜂蜜, 马上想到了帮他申请奖学金的东奎, 晚上东奎刚到家就被妈妈叫进房间, 妈妈说顺爱很快就会和振宇分手, 到时候东奎就可以趁机挽回顺爱, 年后去杜拜工作就直接带着顺爱和尤美在那边定居, 东奎表示顺爱和振宇在一起比跟他幸福的多, 所以他再也不会打扰顺爱的生活, 老太太说振宇的妈根本就不喜欢顺爱, 而且还整天带着芷璇那个女人出出入入, 以顺爱的性格根本都不过止玄, 第二天寿司店的生意突然变得惨淡, 原来商场里另一家寿司店今天开业举行免费试吃, 而且店名叫最初的姐姐寿司, 摆明就是在针对顺爱的姐姐寿司店,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贤一直拖拖拉拉的没有去申请商标, 所以现在姐姐寿司这个名字他们已经没办法再使用了, 备受打击的顺爱刚打算去对方店里讨个说法, 没想到在门口遇到东奎, 东奎说以现在的局面他只能尽快关店减少损失, 顺爱一想到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就头疼, 他问东奎过来有什么事, 公司要派我去杜拜, 明明是自己的儿子不懂得珍惜前妻, 现在却要怪别的男人对前儿媳太好, 老太太大言不惭地让振宇放开顺爱, 都是因为他对顺爱太好了, 所以顺爱才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难得儿子已经跟英座离婚了, 顺爱就应该带着女儿乖乖回来才对, 郑宇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总想着操纵顺爱的人生, 他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自己的儿子和英座才对, 郑宇说虽然东奎和英座表面上离婚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分手, 老太太根本不相信儿子仍然和那个坏女人在一起, 正在这时护士推门进来催郑宇出去看诊, 郑宇礼貌地跟老太太告别, 没想到老太太一把拉住他, 即使没有顺爱, 以郑宇的条件也会有大把好女人送上门, 为什么偏偏要选一个离过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 况且郑宇妈也不喜欢顺爱, 老太太对顺爱的轻视让郑宇十分不爽, 她说顺爱是她最心爱的女人, 上次她把英座送给她的貂皮大衣转送给顺爱, 这份侮辱已经让她很不高兴了, 所以希望她以后不要再随意对顺爱无礼, 老太太带着一肚子怨气离开心理诊所, 刚出门正好看到只悬浮郑宇妈下车, 老太太冲上前问郑宇妈每天带着未来儿媳妇晃来晃去, 又放任儿子对着另一个女人甜言腻语, 郑宇很感谢李护士刚刚催她出来看诊, 不然就要被吵死了, 李护士说病人还没到, 刚刚其实是顺爱出的主意, 郑宇听说心爱的顺爱来了, 赶紧撒花一样跑上楼, 正在甜蜜的时候, 妈妈和芷璇走了上来, 顺爱赶紧邀请未来婆婆进来坐下, 老夫人看儿子一言不发, 站在门口不肯进来, 明明儿子才是这里的主人, 却一点主人的样子都没有, 郑宇说她和顺爱早已经不分彼此了, 所以顺爱就是这里的女主人, 老夫人一脸不爽地走进来, 我打算从现在开始, 不再跟适你结婚的问题, 直到你的心已确定, 做好准备为止, 你自己看着办吧, 终于等到老夫人松口, 顺爱也放心和郑宇一起去看房子, 两个人对未来的大家庭生活非常期待, 郑宇看完房子回到诊所, 发现芷璇在等她, 芷璇说以前一直想着讨好郑宇妈, 现在看来这条路走错了, 所以这次她要正式和顺爱宣战, 之前定好的四天约会一直没有执行, 这周那郑宇一定要选一天出来跟她约会, 老太太怎么都不相信儿子还在和英作偶断丝连, 于是找到余真家, 在楼下看见儿子给英作买的豪车, 马上让她想起花在英作身上的冤枉钱, 老太太前脚刚进门, 儿子后脚就赶到了, 东奎解释说英作生定了, 所以她才过来看看, 老太太气儿子又被英作迷惑了, 这时候她应该把心思放在顺爱身上才对, 东奎表示顺爱现在已经不需要她了, 母子俩的吵闹声吵醒了正在睡觉的英作, 老太太看见英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拿了她一亿五千万却没有滚得远远的, 还不要脸的赖在东奎身边, 英作像没听到一样静止来到厨房拿了一个苹果, 然后又返回了卧室, 老太太被英作的无视器的目瞪口呆, 她吵着让儿子跟她一起走, 然而东奎并没有理妈妈, 她直接推门进了卧室, 看着床上虚弱的英作, 东奎满眼心疼, 看完英作后东奎直接来找振宇, 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冷静地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东奎拜托振宇好好照顾有美和顺爱, 这样三月份她去杜拜工作才没有后顾之忧, 晚上东奎到家妈妈又在提起让她重新把顺爱找回来, 东奎让妈妈放下对顺爱的执着和对英作的不满, 老实告诉妈, 有美的妈, 现在是我不喜欢她, 男人在离婚后把所有私房钱都给了前妻, 女人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房子, 英作很感谢东奎这么照顾自己, 等将来她事业翻身了一定会报答东奎, 东奎从来没想过在英作身上要什么回报, 他们离婚不是因为不爱, 只是因为心理障碍没办法亲密, 所以她有责任好好照顾英作, 而且英作跟顺爱不同, 顺爱就算离开她, 身边也还有很多能帮助她的人, 但是你这个女人, 我认为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 英作问东奎是不是还爱着顺爱, 东奎坦诚地说出男人的本性, 男人呢, 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爱十个女人一样多, 然而振宇却是男人中的例外, 他对芷璇的纠缠不清十分苦恼, 尽管他强烈表达了对芷璇的不喜欢, 但芷璇还是坚持让他旅行之前说过的四天约会, 芷璇说完刚要离开, 东奎正好推门进来, 你那位只靠一张脸还搞不清楚自己状况的大婶, 跟你这位大叔还比较相配, 所以请你快点带走他吧, 东奎没想到芷璇还在振宇和顺爱之间搞破坏, 他追出去一把抓住芷璇的手, 说要带他去吃红烧安康鱼, 那种鱼看起来很丑, 但味道很不错, 他每次看到芷璇就会莫名想到那种鱼, 芷璇就这样被霸道的东奎带到饭店, 红烧安康鱼端上来后, 东奎说要边喝酒边玩真心话的游戏, 两瓶烧酒下肚, 芷璇也终于开口了, 他最不能接受的是东奎几次三番说他长得难看, 东奎说这只是男人劝退女人的办法, 如果振宇不是个傻瓜的话, 早就该想到用这个办法摆脱芷璇了, 只是简单的一顿饭时间, 东奎就摸清了芷璇的脾气, 他说芷璇并不是真心喜欢振宇, 只是因为败给摄爱自尊心受不了, 所以才阴魂不散地夹在振宇和摄爱中间, 芷璇没想到东奎这么了解他, 虽然他不爱振宇, 但打败摄爱至少能体会到胜利的快感, 振宇受不了芷璇的纠缠, 于是在买下别墅后决定提前和摄爱举行婚礼, 由美提议把婚期定在过年那一天, 可振宇妈坚决不同意, 因为过年那天亲戚朋友不方便来参加婚礼, 然而振宇根本不在乎, 他只需要真心祝福他和摄爱的人能来参加就可以了, 振宇妈看儿子态度坚决, 只好说出真正的顾虑, 听说儿子把房子落在了他和摄爱的名下, 他只怕摄爱是为了钱财和儿子在一起, 振宇说买房子的钱摄爱也拿了一部分, 虽然金额不多, 但也是他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振宇从来不怀疑摄爱的真心, 他只怕妈妈将来会伤害到摄爱, 几天后芷璇去拜访振宇妈, 这一次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以前是为了得到振宇才一直讨好老夫人, 现在既然知道老夫人并不看好他, 他也没必要再装下去了, 芷璇说自己是因为好奇振宇 为什么会喜欢一个离过婚的老女人, 却对年轻又聪明的他很冷淡, 所以才带着报复的心理缠着振宇, 但今天他是来道别的, 以后他不会再出现在老夫人和振宇面前, 说不定将来他还会给摄爱一个惊喜, 芷璇离开的时候刚好遇到摄爱和振宇, 他只是轻描淡写的打了声招呼就消失了, 顺爱刚进门就请老夫人坐下, 然后和振宇一起行了大礼, 希望老夫人能接受他和振宇结婚, 老夫人问顺爱是不是真心爱他的儿子, 顺爱想都没想就肯定的说出他很爱振宇, 老夫人说如果他不能接受尤美, 顺爱会不会放弃尤美的抚养权和振宇在一起, 顺爱听到这样的问题眼眶瞬间红了, 如果和振宇结婚的代价是要抛弃女儿, 那他宁愿和女儿相依为命, 老夫人听完后果断向顺爱伸出手, 如果一个女人连自己的孩子都能抛弃, 那他就能抛弃任何东西, 好吧, 结婚吧, 英作去东奎办公室后看到紫玄, 虽然他不认识紫玄, 但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他不知道的故事发生了, 晚上东奎把和紫玄相识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英作, 英作这才知道, 东奎是为了让顺爱和振宇顺利交往才主动和紫玄亲近, 英作突然有些伤感, 没想到东奎为顺爱付出竟然会让他那么难受, 第二天东奎邀请顺爱和振宇一起吃饭, 原以为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次聚餐, 没想到东奎竟然带着紫玄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着紫玄洋洋得意的样子, 顺爱和振宇都感觉很别扭, 正在这时英作也来了同一家饭店, 脸上俨然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前夫的新欢就爱西数登场, 这让顺爱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起身逃离饭店, 振宇赶紧追了出来, 他问顺爱是不是生气了, 顺爱虽然觉得对振宇很抱歉, 但他就是忍受不了这种羞辱, 反正再回去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顺爱干脆和振宇去了另一家店吃拌饭, 晚上英作告诉东奎, 顺爱一定还对他有感情, 不然今天就不会那么生气的离开, 就算他对我还有感情, 现在也不重要了, 英作表示如果东奎再婚的话, 顺爱比紫玄更适合, 东奎说紫玄只是个不懂男人的小女孩, 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还可以, 当初决定接近紫玄就是为了阻止他破坏顺爱和振宇, 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而他的心也始终放在英作身上, 银秀告诉大姐东奎绝对不可能看上紫玄那种黄毛丫头, 他们电视台的人都知道, 东奎和英作只是表面上离婚, 实际上跟夫妻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顺爱不应该受他们影响, 他马上就要和振宇结婚了, 现在应该把心思完全放在振宇身上才对, 不久后老夫人把振宇的新房钥匙送过来了, 原来老夫人出钱帮儿子装修好了婚房, 连家具也都是按照顺爱的喜好布置的, 振宇对妈妈的付出十分感动, 他带着顺爱去看他们的房子, 婚房里的每一处摆设都让顺爱欣喜不已, 此刻内心的幸福感全都写在了脸上, 很快顺爱一家人就搬进了新房, 全家人聚在一起庆祝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东奎听说后无比失落, 一下班就直奔英座家, 英座很想给东奎带去一些安慰, 可他童年时被侵犯的经历一直困扰着他和东奎, 英座让东奎试着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芷璇或者李护士都不错, 东奎表示就算他要碰其他女人, 也要在英座恢复健康之后, 那样才更有乐趣, 那个时候被我抓到, 我可会掐死你哦。 此刻顺爱的前婆婆更加失落, 她低声下气地求了顺爱那么多次都没能挽回她, 她倒要看看带着孩子嫁人的顺爱究竟会过得多幸福, 老太太嘴上说着狠心的话, 可眼泪还是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第二天顺爱带女儿看望奶奶, 开门的瞬间看到老太太满脸憔悴, 奶奶的心甘宝贝啊, 奶奶的哭诉让有梅也跟着难过起来, 眼前的场景让顺爱泛起一阵阵心酸, 几天后婆婆买了牛骨头给顺爱送来, 虽然已经得到婆婆认可, 可顺爱看到婆婆突然过来还是表现得战战兢兢, 婆婆有意问起顺爱的爸爸和弟妹是不是不和, 不然明明有儿子和儿媳妇, 为什么要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留下满脸尴尬的顺爱后, 老夫人直奔儿子的心理诊所, 郑宇听说妈妈连饭都没吃就扔下顺爱走了, 她知道善良的顺爱现在一定很难受, 妈妈说以后再也不想去他们的新家了, 亲家公住在那里总觉得怪怪的, 晚上郑宇告诉顺爱, 以后妈妈不会再像今天一样突然跑过来, 她也已经跟妈妈约定好, 每个月她会和顺爱一起去别墅看望妈妈, 不久后冬奎突然升职为经理, 听说出国的计划也有可能被搁置, 冬奎开心得不得了, 晚上她安排了一场庆祝宴, 身边所有亲近的人也都替她高兴, 很快冬奎和鹰座就喝到鸣顶大醉, 深夜冬奎被热醒, 看见身边熟睡的鹰座小鸟一人般扑进她的怀中, 冬奎突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未来婆婆突然到家里借住一晚, 而媳妇扔下忙碌的饭店赶紧跑回家, 婆婆抱怨家里到处都是灰尘和孩子们随意乱丢的玩具, 太贪心的话什么都做不好, 婆婆离开后顺爱才长舒一口气, 她默默收拾厨房和整个房间, 好让婆婆住得舒服一些, 晚上郑宇下班回家, 妈妈问她要睡在哪个房间, 郑宇让妈妈睡在她和顺爱的卧室, 顺爱可以睡在永美房间, 她自己去书房睡一晚就可以了, 直到凌晨顺爱才关店回家, 一进门就看到郑宇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郑宇说在书房睡不着所以就跑出来了, 她让顺爱赶紧去永美房间好好休息, 说完就翻身睡着了, 顺爱拿了一张被给郑宇盖好, 然后蜷缩在另一个沙发上, 早上天还没亮, 婆婆就起身了, 原来司机已经等在外面接她回去, 看着在沙发上互相陪伴的小两口, 老太太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直到下午婆婆觉得儿媳妇应该休息好了, 才打电话让她自己来一趟别墅, 顺爱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婆婆家, 婆婆从柜子里拿出来一个精心包好的盒子让她打开, 原来那里面的东西是他们家的传家宝, 算下来已经传了期待了, 一直到昨天为止, 我都还在想要不要把它捐给国家, 能得到婆婆的认可是顺爱最开心的事, 她保证以后会更加努力的爱振宇, 婆婆也彻底卸下心房接受了这个善良乖巧的儿媳妇, 转眼到了新年这一天, 顺爱和振宇在所有人的祝福下举行了传统婚礼, 顺爱回忆起和振宇从相识到相爱的点点滴滴,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老太太听说英作现在的公寓是儿子花钱买的, 于是找上门让英作别再缠着儿子, 英作告诉婆婆她和东奎现在很幸福, 希望她不要再来干涉他们的生活, 更不要把东奎两次失败的婚姻归咎于她, 就因为婆婆一直以来对儿媳妇的态度, 才让顺爱过了13年压抑的生活, 所以她只能对着东奎发泄心中的情绪, 而东奎因为受不了顺爱才会和英作在一起, 从一开始造成你儿子媳妇离婚的人并不是我, 主要的原因就是妈, 几天后英作突然跟东奎说想吃凉拌蕎麦叶, 可蕎麦叶只有初夏才能买到, 东奎瞬间想到英作是不是怀孕了, 她让英作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 第二天英作就去了医院, 果然已经怀孕七周了, 东奎听说后兴奋的差点跳起来, 妈妈听说儿子想吃凉拌蕎麦, 可找遍了市场都没买到, 只好买了油菜回来代替, 东奎分布清油菜和蕎麦的区别, 一盘凉拌油菜也吃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一早东奎偷偷把冰箱里剩下的凉拌油菜带走了, 没想到全都被妈妈看在眼里, 英作一眼认出那不是蕎麦菜, 老太太当天就找来英作家, 猜到英作怀了自己的孙子, 老太太的态度一改往日的嚣张, 英作也大方承认肚子里的孩子是东奎的, 看在孩子的份上, 英作也对婆婆前所未有的客气, 老太太问起当初英作送给她的那件貂皮大衣还在不在, 她想要重新拿回去, 英作把大衣递给婆婆后, 婆婆迫不及待地拿在手里, 临走前说会给她准备很多美味的小菜, 这难得的一幕让英作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能不给我吗, 哎呀我知道你脸皮厚, 没关系我比你脸皮更厚, 另一边的顺爱跟美猪去市场买菜的时候, 突然头晕恶心, 美猪怀疑顺爱怀孕了, 于是去药店买了试纸回来让顺爱赶紧去测, 晚上郑宇到家后看见顺爱不舒服地躺在床上, 正焦急地打算带她去医院, 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转眼八个月后, 英作在东奎和婆婆的陪伴下到医院待产, 郑宇和妈妈也陪着顺爱进了产房, 一个小时候一个小男孩顺利降生, 东奎和妈妈盼了许久的和家香火终于能如愿延续了, 不久后郑宇也收获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初为人妇的喜悦让郑宇久久不能平静, 无论朋友们当下有多少不如意, 希望你们都能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 在未来回想起之前的每一天时都能一笑而过。